云响衣裳花响戎 春风拂剑路滑农 若非群羽山头剑会向摇台 月下逢 这是诗仙李白的清平调 放在此处啊 全当定场诗 揭说咱们那段聊斋志目 阿秀 上文书正说在刘子顾带着刘海上富州 本来是想见一位皇室女 有人介绍说这姑娘漂亮 而且长得可能像阿秀 结果一进富州城西门 就看见女的特别像阿秀 但刘子顾没看真正 就为了再瞅人一面 愣租人邻居的房 跟这位房东张德哥打听 打听这女的家的情况 张德哥说反正就知道这院姓李 李园外住在这 但他们家好像没姑娘啊 这刘子顾不行了啊 又磨成了 天天的守着 就盼着人家里边再开门 那姑娘再出来 他再看一眼 这房东张德哥跟刘海俩人也没辙 刘子顾这是做了病了 根本的也不听劝啊 就跟人家门口 天天这么盼着 等啊等啊等啊 这天太阳刚刚压身 这院门开了 就这院门已开在别人那不叫事啊 在刘子顾来说 哎呦 这惊神一下就为之一震呢 心里边有点紧张 怎么呢 出来的可别是李老头 也别是李老婆 也别是他们家别人 最好就是长得像阿秀的那个女子 他要出来就好了 嗯 功夫不负有心人哪 有志者 施敬成上文书咱们说了 张德哥跟刘子顾门口摆了好几天 骑着装模作样 就为了盯着人家院门的时候 别那么突兀 哎 这能稍微自然点 费这么大劲 总算给挡出来了 就是长得像阿秀的那个女子 您琢磨琢磨 日方西啊 这太阳刚刚要落山 城门还没关呢 路上是人烟疏落 人也不是特别的多啊 不那么嘈杂 一缕晚霞 解膝 一照这姑娘 那可不是像阿秀 就是啊 这不就是阿秀吗 刘子顾愣了 站在原地是捏呆呆的发愣啊 这个女子一瞅见刘子顾 转头猛的一转身 刘子顾往前一根部那意思 别关门 你是阿秀也好 不是阿秀也好 我得问问你 就冲你长得跟阿秀这么像 自要是没嫁人 那就是他了 活脱啊 这世界上没有长得这么一样的了 往前这么一根部 再一看那女子 这头又回过来了 冲着刘子顾 奄然一笑 一点头 哎呦 刘子顾这颗心 差点没从嘴里边 蹦出来啊 高兴啊 踏破铁鞋 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就是阿秀啊 怎么 他认得我呀 他冲我乐呀 原文写 这姑娘以手指齐后 又副掌集额 拿手啊 一指自己身后 要用手戴额头 这这么一放 那意思 进来啊 跟着我 刘子顾一看 哼 没想到 在这地方会碰上阿秀了 脑子里这会儿 可有点不够用了 他不是解盖州回广宁 嫁了广宁人了吗 怎么会跑到富州这来了 又为什么我进城的时候 他看见我之后 三天他就没露面啊 这么长的时间 这才开门出来见我 他那天应该已经认出来了 哎呀 这可真是天假其变 苍天有眼啊 愣让我跟阿秀 我们俩邂逅于此处 跟着进去 他让我进去 那错不了啊 刘子顾这自个儿 琢磨这功夫 阿秀已经走到院里边去了 刘子顾左右看了看 这会儿街上人不多 也没什么人注意到他 他心的会儿说 太阳马上就下去了 天这就黑了 我上人家去 合适吗 我跟张德哥商量商量 我问个孩儿 哪有那功夫啊 走吧 登登登登登 他进来了 进西部这院 一回事咣当咕咚 他上人家 他把人家门给关了 火 他一进这院 他可愣住了 弯弯门一转身 往这院里 一看好家伙 这院里可够晃的 挺高的草 那房子 也都坍塌败坏了 哎 这怎么回事 这是 张德哥那天跟我说 说西部这院 房子不好 这不是不好 这哪有能住人的房子 可院子是真不小 阿秀在哪屋呢 不知道啊 一看 旁边的东院 是张德哥这院 他现在进了西部这院了 这院靠西部是墙 墙可是墙 矮墙 跟砍墙那意思似的 您听咱们说那大隋堂 三达瓦岗山 瓦岗山外围 久得砍墙就这意思 这墙啊 不足一人高 到不了人尖头 那边还有院 哦 这是个废院 可是 由这院到那院 由那院到这院 这都得翻墙啊 这墙虽然不高 都能翻过去 这太不方便了 难道还有别的门 阿秀这什么意思 干嘛让我进来 抬头一看 太阳已经落山 这天都黑了 明白了 让我在这院等他 对 要想见面说话 就得在这等他呀 他嫁了人了 甭问呐 西部那院不是他亲戚家 就是他嫁那广宁人亲戚家 他来这是串亲戚 晚上出来见我 在哪啊 张德哥那不行 他们家也不行 把我叫这院 这是个废院 就得在这 让我跟这等着 聊斋原文写 豁然顿悟 明白了 矮狮往这草里边一蹲 和这草长得这合适 你站在这 齐腰 蹲在这 墨顶 您走 太阳下去了 这院没有灯 您别说关着院门 就开着院门 打外边 你看这院子里 你也看不见什么 就靠着这墙头这 刘子顾蹲那了 等着 等着 这功夫啊 其实也不大 时间并不长 可在于刘子顾来说 那叫杜渺如年啊 觉得这时间可长了 也不单是等心伤人 您要干等着 没点别的事干 等谁 您都觉得功夫大 您比如说等车 或者等人 或者排队办事 您要就干等着 那难受了 老看表 其实才过五分钟 您要带着手机呢 上上网 刷上社交媒体 看点资料 电子书 看点视频 听个歌 那么您听我两段书呢 这时间也不那么难熬 这刘子顾这 什么也没有 就干等着 还是等心上人 追了那么些天 寻寻觅觅 要死要活 隔着一堵墙 哎呀 不是阿秀 又是何人 阿秀 你怎么知道 我叫阿秀啊 你没问过我 我叫什么呀 后来我问出来的 我让我就去提亲 可是说你已经回广宁 嫁人了 你找我来着 找你来扎呀 我找你找的 说到这里感情 有点控制不住了 委屈啊 各种艰辛不义 一下全涌上来了 为了找阿秀 我付出了多少啊 刘子顾这眼泪 多筐而出 你瞧公子 怎么说着说着话 还哭了堂堂七世男儿汉 我这都难受啊 我有六车话要跟你说呀 好 先说一车的 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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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哇 俩人 解着这墙 俩人聊上了 刘子顾急呀 说了半天才想起来 哎我得问问他 阿秀啊 你不是嫁人了吗 你不是嫁给广宁人了吗 怎么你又跑这来了 我根本就没嫁人 西部这院是我亲戚家 我来这串亲戚了 你等会等会 没嫁人 没嫁人 我舅舅派人上广宁打进去 回来说你嫁人了 这是骗你的 可也不是你舅舅有意要骗你 是我出的主意 哎 这怎么回事 刘子顾纳闷 因为我家里是广宁人 你是海州人 离得太远了 我爸爸不想我家这么远 原文写 家军以道理奢远 不愿赴公子婚 家军就是爸爸呀 奢远就是遥远 哎 家军以道理奢远 不愿赴公子婚 就因为咱们俩离得太远了 咱们要是成亲了 我回广宁 省亲太远 不方便 我爸爸不乐意 而且说这里边 还有一些门第的差别 你们家 书香门第呀 家是有的是钱 你上我们这杂物铺去 出手那么大方 这东西明明值不了二两银子 你能花十两 我爸爸觉得你这样的人呢 不可靠 你别看在我们家花这么些钱 你这么险富 我爸爸觉得你不太稳重 另外 你言语有些个轻浮 怕你是顽固子弟把我给害了 反正说了好多理由啊 就是不乐意 最后没辙了 跟你舅舅说瞎话 说我已经嫁人了 可是你舅舅知道实底 但是不这么说 回去你死不了这心呢 哼 阿秀阿秀 刚才我给你表我这心 这么长时间了 我这么找你 你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那么现在 我刘子顾是什么人 你知道不知道 那我已经都知道了 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 那天啊 我接着门缝看见你了 我大概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几天 我把我的事跟我家里人也都说了 所以今天才让我来见你 家里人同意 反正我亲戚家没人反对 哎 你过来 哎 说着话 姑娘爬到墙头上面一片腿 刘子虎一伸手 顺墙上给抱下来了 两个人站在墙根底下 齐腰的草 刘子虎一拉秀的手 他激动啊 您琢磨琢磨 都是年轻人 他这个年纪他这个岁数 这个环境 这个场合 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娘 如今跟做梦一样就在面前 刘子顾真想一把就把阿修抱住 可阿修一白手 刘郎 你先回内院 我回内院 对啊 你跟谁一块来的 我那书童刘海 你见过呀 晚上跟你一屋睡吗 不宜无睡 等你们那街坊睡着之后啊 你早早的 把刘海给打发了 让他先睡觉去 我自己找你去 哎 嗯 你找我去 那院到这院翻墙行 这墙才这么高 这院到我们那院怎么翻墙啊 含那墙那么老高 我给你留着门 可是我要晚上起来 他们不就都听见了吗 不用 来 说着话 阿修领着刘子顾 可就到东墙这了 用手一指 刘子顾一进院 这院黑区区的啊 他就在西墙这蹲着 东墙什么样他也不知道 这靠北边是房 前面咱们说的都坍塌败坏了 唯独到东墙这房这 嘿 怎么塌了就这么合适 这山墙还留着 塌一半留一半 整是这么一大斜坡 很容易就能走到墙头上去 你跟我上来 三步两步俩上墙头了 往张德哥这院一看 怎么那么寸 整是这茅房顶 这茅房旁边有大水缸 大水缸上面有盖 后边是砖垛 三步台阶一样 下去也很方便 就算是姑娘 腿脚没那么灵活 几步也就下去了 嘿 你怎么知道这条道啊 你过去过是怎么的 没有 我就到过这茅房顶上 我能随便上人家去吗 他一大老爷们 但是我晚上没事 我就出来溜溜 呵好消遣 你晚上就顺这条道过来 没人知道 太好了 那我就静候佳音 等着阿秀你 你放心吧 像那个你开个门 又投了回去啊 给阿秀送到西墙这儿 阿秀翻墙回去 两个人各道珍重 是一一惜别 刘子虎站在这儿 直到看不见阿秀了 一琢磨 西门院子可不小啊 阿秀走哪儿去了 我别紧着跟这儿耗着 我先回去打发刘海去吧 没走门 他上了东墙了 顺东墙那茅房底就下来了 怎么那么寸 刘海正在茅房里上呢 听房儿响啊 脑猫没这么大动静 顺砖舵 跳到水缸盖上 有水缸盖上下来了 海儿 哎呦 妈咦 您打哪下来的 您什么时候上去的 你瞧咱租人房子那瞅瞅啊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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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顺毛房出来了 干嘛 您方便方便 不我方便什么呀 哎呀 这几天呢 也没怎么正经吃饭 这张的哥喝酒 哈 您这人天天喝酒啊 您没一块吃过饭 没走脑子啊 他家里有酒吗 家里有酒啊 给人钱 一会儿啊 咱们俩晚上陪着张的哥好好喝点 哎 怎么了 您今儿晚上不值班了 啊 不不不不不不不值班 您不每天还来办了夜班吗 啊 得出去看几回 行行行 够够处的啊 呃 今儿晚上咱们痛得快快喝点 一看少爷这态度 刘海儿高兴啊 愿意他好好的 不愿意他老作妖啊 哎 张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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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少爷想跟你喝两口 好啊 来了好几天了 没看他怎么正经吃饭啊 行了 来来一块吧 还真没少喝 张的哥有量 那喝的有点多 呃 我不陪你们了 你们你们俩喝 我就回屋睡觉去了 这刘海儿啊 也喝了点 刘子顾不喝 刘子顾说陪人张的哥喝酒 他让刘海儿陪着喝 他就为把人灌趴去 劝一杯刘海儿 劝一杯张的哥 哎 感受实在人了 这二位还真不跟他较劲 刘海儿也没少喝 哈 喝的怎么样 我反正多点多点睡去吧 那不成我 您不睡我 多能睡我 我怎么也得等您睡着 我才能睡 这跟在家不一样 在外头甭去着啊 睡去吧 那爷们我真睡 睡睡睡睡睡睡睡 哎 好 把门什么都带严了 听见没啊 他这院子里边 我仿佛看见有刺猬 有什么小东西的 谁说这院子多干净 您别瞎说 人家听见不合适 你把门带严点 别回跑屋去 你不说怎么着吧 吓一跳啊 把你鞋叼走 那妈妈 赶紧睡觉去吧 把门带严了 您呢 我啊 我看会书我就睡 哪有书啊 不是我说 说惯了 我活动活动 活动活动 好 刘海儿走了 还真睡了 刘子雾把这功夫 都搁在刘海儿这儿了 站在门外的 听着呀 一会儿这呼噜都打起来了 灭族前宗 又跑人张的个屋外的 一听里边 也打上呼噜了 高兴 自个儿轻手轻脚 爬上这水缸盖 上砖舵 上茅房顶了 一望两望 看不见 夜里头那刚看不见了 这院子也没登 黑洞洞 哎呦 下来吧 刚下来 我再上去瞧瞧 就万一来了呢 来回折腾三趟 干脆我上屋等着去 不就完了吗 我这 人家让我在屋里等着来的 阿秀还能服我吗 回屋 自个儿回屋了 屋门可没带 留着一小份 刚往那儿那么一坐 支牛一声 这门开了 阿秀进来了 哼 留得给我心里 这个埋怨自个儿 你瞧我这事办呢 我在在茅房顶 多站这么一会儿 就差这么一会儿 人就来了 那显得咱们情真意切 你可就差一步 你来了 干嘛呀 大点声说话没事 我这不是怕吵着他们吗 他们不是已经睡了吗 那听不见了 是是是 刘子库站起身来 把门带上了 把阿秀拉过来 阿秀 你真没嫁人 看我这身穿着打扮 我要嫁人了 我还能穿成这样吗 刘子库仔细打量阿秀 也搭着西部里院 嘿呀 别看聊了一晚上了 没细看 现在一看呢 阿秀仿佛比自己在盖州见着的时候 还瘦了这么一点 哎 眉目比眼还是那么清秀 衣裳都没换了 还是自己第一次在杂铺 见着他的时候穿的那身 原文写袍裤游戏 就是身上穿的还是当初那身 这裤 可不是裤子这裤啊 左边一个衣补牌 右边一个夸奖的夸 这字念裤 跟顽裤的裤相通 您查字典 解释成啊 敬意 就是这套裤 这意思 哎 刘子库越看阿秀 越喜欢 心里边的个激动啊 阿秀 那么 咱俩人来了行吗 什么叫咱俩来了呀 您这一念书人 这路话我不明白 不是 你不没嫁人吗 我也没定亲 我就为找你来的 这次不瞒你说 我到富州 我本来是来建一姓黄的 可就是因为他长得像你 我才来乡的 要不我根本就不看呢 现在他这事咱也甭提了 我既然找着你了 你自要同意 你就嫁给我 嗯 那 我同意 真的假的 真的呀 哼 刘子库一听 真的这俩字 那真叫心花怒放啊 什么叫梦想成真的各位 那个幸福 那个兴奋 您就看看这会儿 这刘子库 底下这书原文写的简单 季旧真席 刘子库那简直的觉得老天爷带我不薄啊 啊 这真是没地方想去 今儿早上还跟门口这儿班班等着呢 这一天不到的功夫 哼 啊 我这还说什么呀 我啊 一夜无数猛然间就听到桥楼上 耿邦之声 已然是似惊天了 阿秀跟刘子库说 刘郎啊 我要回去了 啊 这就要走吗 刘子库舍不得呀 是啊 我现在就得走 阿秀 为何去心特急呀 要等到武耕天明 我可就 走不了了 烟花风景眼前修 此地仍传燕子了 冤梦等肯三月会 翠嫔能省一生仇 拖音铃落男宠母 连位单开不并投 娇艳气无黄壤意 至今人过 说风流 几句惨词 接一段聊斋志目 阿秀 上文书说道 海州留子顾三次到盖州 拖舅舅 打听自己轻慕这姑娘 阿秀的下落 结果消息来了 阿秀已经嫁给一个广宁人了 刘子顾听了这个消息 那真可以说是万念俱灰啊 在盖州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马上就得回海州 每天捧着自己那行李箱哭啊 那里边都是阿秀当初卖给他这些零碎 原文鞋捧怯怯怯气 怯啊 一个竹子头啊 底下一个块 一个夹 这就是行李箱啊 每天抱着哭 以泪洗面 旁边刘海一看 你哭什么呀 人家都假了人了 你也没戏了 就完了呗 我也知道没戏了 但是我控制不住啊 我就是想阿秀 给您看这么多 也有漂亮的 也有好的 您都看不上不成 比不了阿秀 哪怕来一差不多的我都行啊 跟阿秀沾点边 长得跟他差不多都行 这您听的 其实也不新鲜 就喜欢这模样的 所谓面扇吧 看这样的就有好感 刘子顾现在就这样 阿秀是没戏了 人都结婚了 那我就想找一个跟阿秀差不多的 原文写 祭天下有四支者 哎 就希望天底下 有一根阿秀相似的 哎呀 刘海这做牙花子 少爷 您这还是气迷心呢 中国人倒是多 可您要非说找一样的 这 他也不是找不着 这人呢 不一定有血缘关系 才长一样 哎 网上您看各种对比照片 有叶瓦 什么小月云鹏啊 小周杰伦呢 小周迅呢 什么女版郭德纲啊 好 您一搜出来 那一点关系没有 这两个人 本来八竿都打不着 活脱一模子里扣出来 那么像 这也不是化妆术 也不是艺绒术 就是长得连像 哎 这今天看也不新鲜 但这是有了互联网之后 这托马斯福里德曼不是说吗 世界是平的呀 全世界互联互通 这人长一样的啊 好找 而且得有一个是明星 您知道吗 这才好找的 这那个年月真是不好办 啊 大海茫茫 要一皿子心思 非要找一样的 这怎么弄啊 刘子吴还哭 刘海找老太太汇报去了 说我们这回上盖州啊 找旧老爷 倒是把实信要出来了 其实本来老太太都吐口了 不行就娶这 咱不是少掌柜的 咱们也不管什么门第了 可人家嫁人了 那没办法呀 说现在啊 就想找一根他差不多的 老太太一听 这人你们见过呀 那你们跟媒婆说去啊 什么模样 什么楚个 按这个找 完了你们对相对看 看哪个长差不多 就给他说那个呀 好吧 这可见的多了 好 基本上海州方便左右的 士陵女青年 这刘子顾见一过了 也没有阿秀那模样的 其实有的呀 长的也有点像 哎 你要刘海看 已经很相似了 刘子顾看着就不像 说现代话吧 气质不一样 这一接触感觉就不对 所以咋不是少掌柜的 有什么气质 哎 这刘子顾心里 这姑娘就是女神一样啊 那气质出众 怎么看这些未来相亲的 都没这意思 这真不能抬杠 他看着就不对 那就没辙 着急怎么办呢 哎 这天来一媒婆 说有这么一个 按照你们提这标准要求 能达到 啊 长得也漂亮 非常的好看 可就不是本地人 哪儿的人呢 富州人 原文写富州 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富县 那会儿叫富州 说你要想看也行 您得来趟富州 啊 这姑娘姓黄 没说叫什么 就写着富州黄氏女 这刘子顾无所谓 哪儿都行啊 反正你得让我瞧 哎 只要能跟阿秀长得差不多 我就他了 也知道老太太为他这事着急 他也不是那混孩子 走 孩儿富州 带着刘海 奔富州了 进了富州城的西门 往前走路北了 有一门 这双扇门啊 都半开着 这门这站一人啊 一个女子 按说过去女子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啊 不能随便的抛头露面 一般来说 站门口的特别少 按俗话说 这叫什么呀 这叫卖单 当然这话就不好听了 这女的 站这门后边 往外张望 正赶上刘子顾打这过 嗯 刘子顾一看 哎 这不会就是那黄氏女吧 这怎么那么像阿秀啊 但也没看太真正 这女的也瞅见 刘子顾了 她一看刘子顾 赶紧一转身 把这门光当 关了 哎 哈 你看见了吗 什么呀 阿秀 少爷您怎么了 咱不是来这富州 见的黄氏女吗 说她长得像阿秀 这就是 这就是啊 刚才那女的就像阿秀 我没看见 您这眼又理解了吧 你眼才理解了呢 那像不像阿秀 我能看错吗 不是一般的像 非常的像啊 那您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得再瞅瞅 再瞅瞅 我跟你说 这地方咱可人地两生 您可别胡来 不 您打算拍人门去是怎么的 真要拍门 人家家里边出来 人家说什么呀 我 我就说我找阿秀 对对对 人家不是阿秀啊 阿秀已经嫁给广宁人了 这是富州啊 和怎么了 您公子 不是 我找那长得像阿秀 那个 我找他 刚才您瞧人家 是个姑娘啊 是个媳妇啊 穿着打扮姑娘啊 啊 人在家大姑娘 您拍门 人家里边出了人 说您把你们家姑娘叫出来 我瞅瞅 那人家还不抽咱们 那怎么办 刘海说老伴 我信任您 您有这功夫 您站这等 啊 等他再开门 当初您怎么吼这阿秀来着 对 好主意 这还好主意呢 这刘子库当真了 我吼着 不是 少爷 我这那么一说 你怎么真等着呀 咱先找地方 好好房子住去 按人家给咱那地址 咱先瞅瞅那皇室女去 瞅完了 不行 咱 没事 咱再吼这个 咱再按步着来 不不不 这太像了 我就这个了 那皇室女呢 哎 玩去 见不见两可了 我怎么就没留神大这一过 看您像阿秀 你瞧孩儿 你这眼神不管用啊 看着 等着 哈 这功夫大了 不开了人家门 人家就是凑巧 门口这么一站 就这么一会儿 走 戒饼 上戒饼干嘛去 打听打听啊 然后问戒饼 有房没有 干什么呀 少爷您啊 您要在这扎下去是吗 反正在那找房住啊 万一要戒饼有闲房 咱们就住这了 他不能不出门啊 今儿个 跟门口卖单 那明儿就能在门口卖单 您瞧 您那话说的 什么叫卖单啊 他要真见天的门口卖单 你还死去白来追人去吗 我就那么一说 他肯定还得出来啊 老跟乌了呆着多闷呢 哼啊 我就等着他 我还就得让你看看 确实长得像阿秀 好好好 有主意 有您的 走 刘海也知道 跟这少爷没理解 他想怎么这就得怎么这 站起来 到这路北了 就东边紧挨着 啪啪一叫门 又在里边出了一位 岁数不大 看这意思 三十来岁 一看门口站着一书上 带一书筒 俩年轻人 这位挺客气 二位什么事啊 我们是海州来的 海州喂的 到我们富州什么事啊 是 跟您商量这事啊 我们想问问 您这院子有闲房没有 要有闲房啊 另给我们一间 我们不愿意住店 店里边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太乱 哎呀 我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换您这拍开民宅 就问有没有闲房 要令房 你们干什么呢 嘿 一进西门呢 就瞧您这个院啊 这挺干净 这才问问您 皆因为我们好清静 哎 好干净 我们呢 在西门外头有点事 哎 不愿意住城外 想住城里头 另外呢 我们这少爷还得念书 要住您这儿啊 两全其美 当然您这儿有闲房最好 要没有啊 我们也不麻烦您 我们再问别的家去 可是有一点您放心 您要有闲房 我们绝对的不白住 房钱多给 您自说说数来 只要是差不多 哎 我们绝对不还劲 这位挺好吧 那你们进来吧 说着话 连行李一块帮着都搭进来了 俩人进来一看喝 小院子挺干净 也搭着你们俩呀 有造化 哎呀 我跟你们说 我瞅你们俩也不像坏人 我这儿 还真有几间闲房 还告诉你 我呀 就一只住 哎 我住这院子里边 就一间房 其他都空着 我这两天还琢磨着呢 把这拎出去 招俩房请 啊 弄两间街房 这一块都热闹 刘海一瞧 嘿 您看看这 这不寸了吗 你瞧没有 我这儿啊 挺好的 连卫生口地面都有 哎 咱们家里全套 房间不房间呢 我也不在乎 我也不是专靠租房吃瓦片的人 我有我自个儿的室友 哎 你们随便住 你们打算在我这住多少日子 那我得给您问问 我说 少爷 咱住多少日子 那得看他什么时候开门啊 啊 这位听 哦 你们是等买买开张的吧 买买开张有促销 你们是不是等这个呢 不是不是 您甭管了 啊 我们确实这边有点事 好功夫 回头再跟您细说 我们这一天也没怎么正经吃东西了 还真饿了 这样 大哥 您也甭做饭了 我们要把东西撂下 咱一块出去吃点 回来 我们再收拾东西 啊 咱们再说这房去 您看怎么样 这大哥一听 行啊 哎 你们两个年轻人办事倒挺厂来的 走吧 接门带好了 一块出去吃饭 好吃的这个快啊 刘海是真饿了 刘子顾是心里有事 他等着那开门呢 这饭呢 三口两口就趴了完了 把这位赶了够呛 这好下饭馆比在家吃饭还快 你们 你们俩怎么意思 这还有俩菜没上 嘣嘣嘣嘣嘣嘣嘣 您呐 跟着等着 哎 这俩菜出来之后 您打包 我们先回去 我没到家 你们上我们家干什么去 得规制啊 您那房闲着 我们不得扫扫吗 哦 这意思 那你们等会儿 咱踏踏实实吃完了 笑笑神 回去 我帮你们一块收拾 不不不 钥匙给我 钥匙给我 好 反客为主 这谁家呀这是 回来了 回来说你拿着钥匙 你倒是进去 不 跟门口这站着 瞅西边那院门 一会儿这位拎着打包的菜回来了 一看刘子顾门口站着呢 静往西看 怎么着还想上西家问问去 怕我这房钱贵一马双胯的 我跟你说 我这院子可不错 哎 这就比较齐整 西边那院子房子 没我这好 你别看他这大 比我这宽敞 可要比起来 我这可不错 西边那院 姓什么呀 你都不问我姓什么 你问西边那院姓什么干嘛呀 刘子雾赶紧解释 哎 不是不是 我们在城里有一亲戚姓黄 哎 姓黄呢 我们这回来啊 就位找他 哎 没找着 听说就住在西门里 是路北 是路南 反正就方便左右这一片吧 我们打听打听 这个门啊 我听我妈跟我说过 像 而且我小时候跟着老太太一块来过 刘海一听 赫摸少爷真能憋瞎话啊 这瞎话说的这圆圈 这位挺好 这么意思 不姓黄 姓李 姓李 他们家都什么人呢 人家不姓黄 你就甭打听了 不是你们家亲戚不就完了 不是 他们家有一姑娘长得像阿秀 谁叫阿秀 好 驴唇不对马嘴啊 刘海旁边一看非说漏了不行 你行行行行 公子您哪 也不是干活的人 哎 这这位大哥 您跟我院子里头 哎 咱们先收拾收屋子 您跟我来 哎 大哥您贵姓啊 啊 免贵我姓张 张大哥 张大哥 说着话这就掏钱 钱不忙 我也看出来了 你们也不是坏人啊 只要不给我祸祸这房子 房钱都好说 那是那是 哎 张大哥 谢谢您 您放心 我们绝对不给您添腻味 哎 绝对的不祸祸 那行 那进来吧 带着你转一圈 这小院别看不大 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还挺好 腾出这么一间房来 先把刘子顾的铺给他铺好了 所带的这些东西都给他预备齐了 张大哥一看 念什么书 没看见带书啊 这铺给行李倒是挺细致 生活用品一二不少 没瞅间书啊 你们少爷不是打算上我这念书来吗 是是是 是念书啊 这道上带着书多沉啊 您要知道远路无清淡啊 我们这不是有亲戚吗 找这亲戚家里边 借这书 哎 他们这有 就省得我们带了 哦 书还没带着 是是是 你呢 你也睡这屋 那您有方便您再给我来间屋呢 行行行 有的是 哪是厨房 哪是茅房 哪是生个盆 水缸在哪 啊 都说好了 刘海儿自个儿又拾着出一间屋子来 全弄好了 天都黑了 张大哥 咱们起伙做饭吧 啊 我帮您弄饭 我说啊 你们这公子叫什么呀 叫刘子顾 哎 您到海州打听打听 在这些个念书的书上当中啊 还是小有名气 你叫什么呀 我是他的书童 哎 我们俩人一块从小长起来的 我叫刘海儿 我说刘海儿啊 你们这少爷学问好坏 我不知道啊 我看他这功夫可不小 怎么了 你算天都黑了 这半天咱俩人出来进去一趟一趟干活 干着四脖子汗流 他一动不动跟这门外他这么站着 他那俩眼他就没错过眼珠啊 盯着西部内院 我出来进去好几次 我看他眼皮都没眨一下 你们这少爷干嘛呀这是 嗨 今儿啊 我们也累了 没工夫跟您细说 刘海儿一琢磨 你要住人家房 你还真得给人家交点实礼 得让人房东放心呢 要不然心里不踏实 不知我们怎么回事 这也不成 再说了 痴情于一个姑娘 这按说也没什么丢人的 人世间这种事不算稀奇 也不是不能对人演讲的事情 张德哥 明儿我跟您细聊得了 不过您放心 绝对没娄子 您踏的实事 我们都是好人 行行行 这我倒是放心 我看得出来 一会饭好了 刘海儿叫刘子顾 范德嘞 少爷 吃饭吗 您那 今儿个不开门了 天都黑了 您琢磨琢磨 人家还能出来吗 对 好 吃饭 早睡 没人早起 干嘛 早起盯门了 哎对了 你跟我一块 我干嘛还跟您一块啊 让你看个长得像不像阿秀啊 哎哈哈 吃完了晚饭 洗洗脸 洗洗脚 梳洗已毙 俩人 一人一屋 睡了 刘海儿睡着香啊 您昨天累一天了 睡个好觉 早上起来 这还打着哈去呢 刘子顾出来了 他是一宿没睡啊 俩眼通红 光光砸这门 起起起起起 您小点事 大早上起来的 人家房东没准还没起来 你管他干嘛 走走走走 您哪 容我束束口 洗把脸 您不就在门口那等着吗 您就在那站着 我这开着门 我看得见您 随时有事 您喊我就过去了 不是回我一喊 他回去了 你跟我一块 你看看他长得像不像 阿秀 行行行 这么早 人家肯定起不来 咱先干咱自己的事 这说着话 张德哥也起来了 一看 二位起的真早啊 今天是城外办事啊 还是城里头找亲戚 我们那什么 城外的事情不忙 城里边的亲戚 他也不是一时半会 就能找着的 昨天够累的了 今儿哪也不去了 我们就在家待着了 好行 今天我反正也没什么事 我再帮你们跪着跪着 啊 中午到时候做饭 咱们一块吃饭 啊 那就是了 刘海都弄好了 出去一看啊 跟门口站着呢 西部里院门 没动静 刘海回来 张德哥 哎 我跟你说 实际上我们这少爷 是找人 找什么人 原先哪 在盖州 他看着一姑娘 叫阿秀 哦 哎 头天来的时候 我听他提来着 阿秀 哎 对对对 他喜欢人那阿秀 结果人家阿秀姑娘嫁人了 他还想找一个 跟阿秀那模仑差不多的 哦哦哦哦 那怎么找我们这儿来了 是人家给说了一个 是咱们傅州这儿的 可我们进城的时候啊 他看见您西部里院里街坊了 这姑娘长得就挺像 他想再看看 嗨 这不胡来吗 那也不能堵着门口 看人大姑娘啊 西部里院啊 住了一姓李的圆外 哎 这个人很固执 不那么好说话 要让他知道你们是这意思 那可不好 再说了 没听说他们家有姑娘 是不是来串门的亲戚啊 那可算不上数 你这人是不是待两天就走了 这李原外没闺女 刘海一听 您这信息倒很重要啊 对我们来说很关键 现在可要跟他说啊 他也听不进去 我还得出去 我盯着点他去 刘海又出来了 一会儿理他 一会儿外他 张德哥一看呢 不成 你们这不是招啊 你这么看 甭说人家不出来 就是真出来 也得给吓唬去 甭说姑娘 谁也害怕呀 自个家门口了 站一大小伙子 瞪着俩眼珠子往里看 这多吓人呢 刘海一说说的是呢 那您说怎么办 你呀 做饭去 我做饭去 哎 我陪着他 那不俩人看了吗 我弄一桌 还摆俩瞪着 门口下棋 我们这甲庄下棋 你这再看着西班里院门 这会显得自然一点吗 哎 这样不让人怀疑 哦 甲庄下棋 蹲坑 你将疏语你都知道 好好好 弄一小地桌 啊 能俩小凳 搬到街上 弄盘棋 您干嘛 我让你那小叔同 刘海 做饭 哎 咱们二位来一盘 哪有功夫陪您下棋 我这大忙忙的 你见天门口站着 你还忙 不是 我住您的房 房钱不少给就是了 但是我也没有陪您下棋 你瞧你这人 我是为你好 你这人家出来要看见您这样的 还不下回去 我陪着您这下棋 这样自然一点 哼 哎呀 此祭甚妙 此祭甚妙 张德哥 您会下棋啊 我反正我这下的不好 咱不就摆样子吗 俩这摆上了 这哪是下棋呢 刘子顾心不在焉呢 拿这棋子的还往那看 人有路过了 一瞅这二位下棋 哪也一看就知道谁高谁低啊 一看呢 这张德哥下的好 为什么 孕子如风啊 人不想步 这位书生啊 半天走一步 下完了 张德哥拿起来 啪唧就走 哎 都不带打杯的 这书生不行 废了脑子了 叫举棋不定啊 哪一子 且犹豫呢 你看这东敲西看着个男啊 啊 不敢往前走 走啊 哎哎哎哎哎 啊啊啊 这旁边有瞧歪脖子 一看 这书生这棋应该不灵 哎 这下一步 你看琢磨老半天 你看这大哥 信心满满 随便下 哎 厉害 大伙跟着看这棋 一会不对啊 这大哥这棋不灵啊 你别看这书生 这吓得慢 人家局面是稳中带着灵力 一会他这大哥这棋完了 这张德哥一看 这棋真吓不过他 哎 他还心不在焉 那意思根本这心思就没在这 我都吓不过他 别扭 自个一边下一边叨咕 我也够闲了的 你他租我的房住 我陪他蹲坑干嘛 不不不下了 不下了 饭着了 回家吃饭去吧 哎哎 您先吃去 我我我 我不忙不忙 旁边那看热闹里边有号下棋的 说这大哥 您不跟他下了啊 您回去吃饭 我陪他下 这倒不错 门口摆上棋摊了 刘海跟张德哥俩人吃完了饭 给他端出来 在街上吃 就守这大门 连着就是三天啊 到了晚吧啥啊 就刘海跟张德哥聊天 他也不说话 哎 白天门口一站 跟着一上这班 也没别的工作 就吵着西伯利院门 要说也怪了 西伯利院门这三天就没开过 不是张德哥 我问问您 他们家有别的吗 没有啊 干嘛呀 他们家里人 你说这 李老头也好 李老婆也好 他们家里得有人啊 是是有人呢 有人 门子没人出来呀 怎么意思这是 那我哪知道啊 行了 我就这么等着 我倒看那什么时候开门 这日子一长啊 这张德哥跟刘海就不陪着他了 张德哥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跟刘海说 你们呢 爱干嘛干嘛 哎 反正你们也不糟蹭不祸害 老老实实住在我这 我也不挑你们的 我还有事呢 啊 我不陪着你们了 我忙我的去了 人家走了 晚上回来一看哈 这位还跟这站着呢 就这么一天一天 跟这等着 这天又溜溜等一天呢 还是没人出来 太阳都偏西了 原文写日方西 就是这太阳刚刚压身 要落没落 这么个功夫 可了不得了 这刘子顾突然就发现呀 西部的院门直溜溜一声响 开了这么一个小份 哎呦 我的妈呀 神佛保佑老天睁眼 京城所至 金石为开 盼星星 盼月亮 判断了 肝肠 望穿秋水的相仿 这门 他居然 开了 人去楼空 事已深 至今惆怅乐天吟 非君施法高提起 谁为黄泉 一片心 几句残词 揭说咱们这段聊斋志目 阿秀 上文书正说在刘子顾重回盖州 打着看舅舅的名义 实际上是要去见招司目响 这位杂物铺少掌柜的 啊 这位姚家姑娘 结果到了杂物铺一看呢 人家上着玩了 没开门 他安慰自己 可能啊 今天盘点 哎 盘货 明就开了 结果第二天再来 还没开 打清晨起来就跟这门口守着 一直守得快闪过头了 这板也没下 这刘子顾可急了 还怎么回事啊 他们家那买卖不做了 怎么不开门啊 旁边刘海赶紧劝 您别着急 咱问问街坊去 刘子顾这急的什么似的 刘海这一边得劝着 一边还得跟街坊打听 拉着刘子顾找街坊问 街坊一看 这俩人年纪都不大 瞅着意思 一主一仆 你们俩打听什么事 跟人打听打听 隔壁 原先不是一杂物铺吗 是个杂物铺 这杂物铺 他们掌柜的姓姚是吧 是姓姚 姚记吗 他们家有一老头 还一姑娘 是不是 对对对 是 他们这买卖是怎么意思 他们这买卖 倒出去了 不干了 哎呦 就这买卖倒出去了 不干了这句话 你要一般人听不算什么 你要在刘子顾听来 打一个劈雷相仿 万丈高楼 一脚踩空 杨子将心 断缆 崩舟 这心呢 一下就凉了 他 他怎么会倒出去了 他凭什么给倒出去了 那我哪知道啊 什么叫凭什么给倒出去了 那人就是倒出去了 不是 他他他倒出去了 他哪去了呢 回家了呀 人家老家不是这的人 不是我们盖州人 人是广宁县的人 哦 广宁县 他们回广宁了 啊 他们俩这买卖啊 不好干 怎么不好干 年前呢 他们这买卖挺顺手啊 好些个家的货物都卖出去了 据说啊 卖这利润还挺好 哎 这么说 过个肥年 打转过年来呢 就没什么人买东西了 为什么 那姑娘不愿意见卖 他高卖卖惯了 哎 低着走 他就不乐意了 反正他们这买卖啊 一天不如一天 一时不如一时 一阵不如一阵 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就因为这本小力薄啊 坐吃山空 要没尽相 光这么待着 这爷儿俩可就没法生活了 就这么着 爷儿俩把这买卖货底子这么一清啊 这房子本来就是拎的房 他们也不租了 大概其实爷儿俩是回广宁县了 他们在广宁住哪 那我哪知道啊 不知道 刘晗一听得 人家回老家了 刘子顾心里这么埋怨老太太 哎呦 娘哎 娘哎 你这不要了我亲命了吗 这可怎么办呀 这个 我说头娘就来 您不去 您非让我过了娘再来 那头娘我要来这买买 我给接接着 不就黄不了了吗 哎呀 老太太真够糊涂的 刘子顾心里埋怨老太太 其实你说这爱的老太太什么事啊 这就叫谦怒啊 人老太太压根不知道这码事 刘子顾心了乱 一盆凉水浇头的相访 没主意了 再跟别的街坊打听 全这套词 哎 就知道是广宁瑶市 人俩开这店 买买对出去回老家了 别的一概的没有 这线索可就断了 好 咱上广宁 什么年代 上广宁找谁去 找姚子劲去 哪找姚子劲去 这儿好歹还有个杂货铺啊 上那儿找谁去啊 大海捞身 不不不不行 你你你别胡来 哼 走吧呢 家吧 心了别扭 回的家了 这舅的舅迷一看不错 今儿来的早啊 没等天黑就回来了 这一白天干嘛去了 舅舅 我得回家了 昨儿才来的 是今儿就走 干嘛你送快递来了 上我这儿 啊 疯了 我没疯 我 我就回家 你干嘛呀 你 怎么了这是 孩儿 这孩子他怎么了 你你你也甭细问了 他他他他不见得 明儿就走啊 我我再说说 我再劝劝他 这刘孩儿可累着了 掰开了 揉碎了 小只一礼 动之一情 劝这刘子顾 刘子顾疯了 把他带着箱子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这回看每样东西 跟原先又不一样了 原先是单相思啊 看着东西叫赌物私人 他好歹有个盼头 想的是一见着这姑娘就好了 现在再看这些东西 就仿佛都是遗物一样 就这个人跟死了差不多 俩眼发宁 刘孩儿一看 这可要了亲命了 在这又住了几天 闹着非要走 这刘孩儿两头说呀 费好大的劲 好歹的 保着刘子顾回了海州了 到了家可就算病了 饭也不吃 是水也不喝 连药都吃不下去了 老太太着急 老太太一看怎么回事啊 啊 问这刘孩儿吧 刘孩儿也是支支吾 刘孩儿一琢磨 不成 这人要死 我得想着 打起他生的希望来 我说傻爷 公子 您可得好好活着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咱还得上盖州去呢 还上那干嘛去 他万一要再回来了呢 对 他家里要是凑齐了 本钱再回盖州呢 哎 孩儿 这话有道理啊 起码比去别的地方强啊 地面上人头熟啊 他要做买卖 还得上盖州那去 对对对对 找妈去 妈爷 我想我舅舅了 老太太一看 你别想你舅舅了 你先正经吃饭 背地了可就把刘孩儿找了 老太太一瞠眼 孩儿啊 老太太我可对你不错 哪里当亲儿子一样 你们家公子交给你 你可得负点责任呢 到底在盖州那边怎么回事 你给我实话实说 他干嘛老闹着 要上盖州看他就去 这根本就是言不由衷 老太太我心里明镜似的 到底盖州那边有什么东西勾着他 跟我说 老太太这话就已经快说明了 这就说明老太太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那是亲娘啊 儿子怎么想的能不知道吗 刘孩儿一看也是瞒不住了 干脆跟老太太说实话得了 老太太 您别着急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老太太一听 嗨 说了半天 我以为怎么了呢 啊 砸我铺掌柜的闺女 那纵然是漂亮能漂亮的哪去 要说这事也怨我呀 老太太怎么怨您呢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 你们公子到这岁数了 那时候刘子顾不才十五吗 按今天来说也就是个初中生啊 顶了天了高一 高中孩子这就到岁数了 现在高中孩子学校都不许早恋 咱们一再说 这是好几百年前的书 哎那会儿 这青年男子到了十五六啊 就都该提取亲的事了 这不新鲜 老太太说他已经不小了 该给他提亲了 你看我 也怪我没想这事 那漂亮姑娘有的是啊 就是跟咱们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 这里他就没有漂亮的吗 就没有比那杂谱少掌柜的强的吗 那肯定的有啊 可纵然有 你们公子没见过也是枉然啊 哎他打小跟咱们家里边也不怎么出门 来往的这些个亲戚里道 有姑娘都比他小哎 还小不少 那么跟他岁数搬上搬下的大姑娘 他没接触过 他这回出去 瞅见外边这么一姑娘 他就看在心里去了 他就认为这就貌美天仙了 这就天下第一了 哎呀 你们公子好有一笔啊 哦老太太 我们公子比作何来啊 坐井观天的相仿啊 他就看见脑袋底上这点亮 眼皮子太窄啊 林子大了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呵老太太您这学问啊 这道理您一说我才明白 啊我这才算知道 话不说不明目不转不透啊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露啊 老太太您这一说 连我心了都豁了多了 那么您那意思打这儿给他提亲 对啊 咱们家说得出去啊 给他提亲 对乡对桥 那么些个好看的姑娘 一找来他这一看 不就把那杂谱少长跪的给忘了吗 啊是这意思 还是先去跟他说说去 哎 刘海有助心骨了 老太太说这话在理啊 找刘子过来了 少爷 公子 哈哈 这回行了 老太太跟你说亲了 说舅舅家那个 说舅舅家哪个呀 舅舅他们现在砸不出那少长跪的 你呀 你好有一笔啊你 你是井底之娃 看不见多的链啊 眼皮子太窄 跟你说 林子大了 你就这一棵树上吊死 天下女的就她一人 不能啊 有的是啊 还有谁啊 我娘啊 除了你娘 你没见过别的女的 我叫 去去去去 告诉你好看的姑娘有的是 这回老太太跟我说了 要给你张咯张咯 瞎张咯 没有比那好的 那不然 万一有比那好的呢 万一要没有呢 您瞧咱俩俩别抬杠啊 要有跟那差不多的吧 就甭说比那好 老太太要给您说 这要一说可就成了 那个叫原水解不了尽渴 您竟瞧着好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那现在就得说远在天边 根本的您就找不着了 您要就死拽着那个 公子 我说句不好听的 对井捞月的想法 这个 那都是人家给说了的 本身就靠谱 而且这老太太许给您了 对乡对瞧 瞧得上 瞧不上还告诉你 老太太绝不勉强您 您看这怎么样 那行 那我得瞧 您琢磨琢磨 咱们开书就说了 刘子顾家里边趁点钱 老太太这一撒出话去 说要给儿子说亲 真不含糊 当时这媒婆就给介绍了 豪西 提出来要求对相对看 那说对相对看怎么看 不能跟现在似的 现在这相亲的也不少 中间人都不露面 两边打电话定好地方了 自个儿见面去 这里边奇葩事多了 我就不给您举例子了 您各位网上到处都能看着这类狗血故事 过去那对相对看 也好不到哪去 说实在的 那会儿可不能当面罗对面骨 都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您比如说 先跟那女方说好了 这刘子顾打门口一过 姑娘在门里边 扒门缝瞧 男的这边 安排这姑娘逛花园 刘子顾躲旁边瞅 也就这个意思 这里头私必可大了 专门有对单口相儿说这媒婆 这中间人就为赚这点小钱 两边多不合适 都能跟您说一块去 当然这咱就不细说了 这次老太太找这些媒婆 特意嘱咐了 可别亏心 那些个招可不许往我们身上使 可别糊弄我们 找的还都是不错的 就说不都是大富大贵家的姑娘吗 起码都家境殷屎 最主要的都是念书的家庭 忠厚传家酒 诗书济世长 这个门当户对在当时很重要 结果呢 这刘子顾一个也没看上 全都不接受 不是这毛病 就是那毛病 反正都有毛病 一个也瞧不上 原文写驴梗之 每次都是自个儿从中作梗 破坏这事 可他破坏了 可是他自个儿这回事 先开始啊 老太太不理会儿 为什么 老太太剩这儿子 儿子提出这些不满意 老太太真当回事 他喜欢什么样的 你照他条件找 后来找的这些 老太太看的都挺好的 还是不满意 鸡蛋里挑骨头也能摘出毛了 这不行 这怎么不行啊 这多好啊 又温柔又贤惠 长得也好 性格也好 这不行 他那幼儿跟着厚的 有一小物子 你瞧见了你 幼儿跟着厚的 有一小物子 你怎么瞧见呢 这刘子顾就愣说 就不行 就不同意 那老太太也不能真过去 揪人姑娘的看呢 看完了没有 再跟刘子顾抬杠 那像话吗 这就叫没茬找茬 最后老太太太真急了 老太太太一赌气 不管了 就为了一杂物铺掌柜的闺女 就至于这样吗 啊 我这下这么大心思 给你说这么些个都不乐意 就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的 这杂物铺掌柜的 他们不也搬走了吗 这人不也找不着了吗 你爱怎么地 怎么地 我看你还能做出什么腰来 老太太跟他赌气 恨铁不成钢啊 就恨这儿子没出息 哎呦 老太太这一撒手 不管可干了 每天搂着这箱子 摆完摊收起来 接着搂 多了没有 三天 这人要死 水米不打牙啊 刘海赶紧的找老太太去了 老太太 您这招不灵啊 瞧了那么些都瞧不上 您这一发狠话 他真不吃不喝呀 您说这可怎么办 老太太有点没主意了 问刘海 那怎么办呀 海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呀 干脆咱们已旧已旧吧 什么叫已旧已旧啊 老太太您呢 写封信到盖州去 见着旧老爷 您就说呀 让贪帮着张罗张罗这事 找找这广宁姓尧的 万一又能找着呢 因为什么呀 广宁啊 北深也没多的地方 咱们说这广宁 那可不是今天广东这广宁 那好离盖州多了远啊 整个竖着纵贯中国呢 不是 这广宁啊 是当时一个县名 现在已经没有了 相当于今天的北镇县这一带 离当时的盖州 我查了一下地图啊 大概这么150公里 都在辽宁省境内 你说远呢 可也不太远 比北京到天津稍微远一点 刘海说 如果能把这姓尧的这一家子找着 哪怕讨了一荒信呢 怎么叫荒信啊 老太太您琢磨琢磨 他回广宁这么长时间 他要是嫁人了呢 哎 让舅老爷讨了这消息 说他嫁人了 虽然不能如少爷的意 起码能让他死心呢 那他要没嫁人 没嫁人 您就给我们少爷不就完了吗 咱真取杂铺少长柜了 那这可 这不取就死了 再说了老太内 那姑娘我见到了 确实是不错 您还别小看人一小门小户的 真是挺好的 长得漂亮 谈吐也好 气质出众 一点都不俗 而且呢 这姑娘心肠还好 为人正直 我们少爷犯气迷心 上人家花一家的钱买平价的东西 人家根本不占这便宜 把钱都退给我们少爷了 哟那还别说啊 真不错 这要过了门来 真说当咱家少奶奶 可也不错 让刘吓这么一劝呢 这老太太可有点活泼心眼 老太太琢磨琢磨 赶到第四天头上再一瞅这刘子过 好 要厌弃 广有出的气没劲的气了 刘吓找老太太去了 您快瞅瞅吧 赶紧的您跟他说 这老太太堵心呢 老太太真有心不跟他说这话 可也不能亲眼瞅着自己儿子 相思成吉 就这么把字举给熬死了 完了 妈我顺着你 写封信呢 上盖州给你舅舅 让你舅舅给你说的杂谱 姓姚那姑娘 噗愣一下就坐起来了 妈呀妈呀 我的姥姥姥姥姥姥姥亲 姥姥姥您就是我亲吗 这不废话吗 我可不是你亲妈吗 您给我介绍这些都不灵啊 都 我就要他 您赶紧写信 老太太这文末上也差点了 哎 干脆啊 我说你写得了 哎 刘吓的赶紧给严末 准备好了纸笔 这刘子姑来精神了 都不用老太太念 自个拿过笔来 填饱了笔 占饱了末 刷刷点点是运笔如风了 用姐姐命令兄的这口吻 写这封信啊 务必办成 必须拿下 都是这词 给他舅舅写这封信 刘海 收拾东西 老太太一看这是药风啊 你这身体不成 您甭管 今儿晚上我就好好吃饭 今儿晚上我是连吃饭带吃药 明儿我就得上路 哎呦 老太太一看真是魔争了 拿这封信带刘海 又奔盖州了 三道盖州见舅舅 舅舅一看哈 跟大眼子似的就来了 这脑袋上就剩俩眼眶子了 这俩眼都凹下去了 显得颧骨也高了 塞也作了 这孩子 怎么俩月没见这模样了 我听说你妈不是给你张了相亲了吗 对对对对 我妈给我张了呢 张了谁家 姚家 哪姚家 就您盖州开杂铺那姚家 啊 他们家那姑娘 哦 老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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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杂铺还开着呢吗 关了 关了 关了我哪找去 您先看我妈这信吧 把老太太这信拿出来了 就得一看 姐姐这信 上面这话说的挺厉害 这又是亲外上 怎么也得给办呢 我给你打听 不用打听了 我都打听清楚了 他们是广宁人 他们回广宁了 反正您这事您得帮我给连一上 连一上之后啊 弄好了 我把他取回去 取回去 我就好了 逼着这舅舅 这舅舅没法子 撒出人去问去了 好在是当地的人头熟啊 一问呢 这姚家确实是广宁人 哎 在这做买买 别看有年头了 可最近这买买做不下去啊 人真回去了 回头跟刘子顾说 你别着急 啊 我派人上广宁给你问去 刘子顾能不着急吗 可只能是在这等信 一天两天三天 判哪判哪 哎 这天消息来了 派去打探消息这个 回来了 带回信来了 他舅舅来见刘子顾 子顾啊 你要找的这个人 我找着了 哦 怎么样 刘子顾这俩眼放光啊 你知道他叫什么 他姓姚啊 是 叫什么 不知道 荒唐 孩子 我得说你几句 几次三番来到盖州 就为此女 饭也不吃 茶也不想 你活生生把自个儿 坐在这份上 你连人家姑娘叫什么 你都不知道 现在我给你问来了 他叫 阿秀 舅舅告诉刘子顾 阿秀 这姑娘我派人打听了 他已经嫁人了 啊 什么 已经嫁给一个广宁当地人了 原本写 阿秀 以字 广宁人 字啊 代字归中的字 就是嫁了 写了字了吗 写了婚书了 确实舅舅给你打听清楚了 回了家 他就嫁人了 干脆说孩子 你就死心就得了 哎呀 刘子顾文庭此言不雅如 掰开八半 顶两股一桶冰水泼下来啊 由头到脚 凉透了 签了 最担心的 最不愿意的事 竟然就发生了 那我怎么办啊 你呀 回海州 见着你的母亲实话实说 听舅舅的话 把阿秀给忘了 让你母亲再跟你说一好了 找一个跟阿秀一样好的姑娘 你们好好过日子 各位 这篇聊斋叫做阿秀 到这儿 才算交的 这姑娘的真实姓名 她就是阿秀 她姓姚啊 大名应该叫姚阿秀 可这文章里边 从来没出现过 后面再出来 都叫阿秀 可为什么到这儿 才告诉您她叫什么 列位 这故事打这儿 才真正开始逐渐进入高潮 您听我都说了四回书了 光听刘子顾 这日叭日叭一趟一趟 海州盖州 海州盖州 这闹油 能够吗 这些都是铺垫 从下回书起 刘子顾百里寻踪 定要再寻一个跟阿秀 一样好的姑娘 这一下不要紧 才揭开一段陈锋多年的传奇 往事 春游浩荡 是年年 寒食梨花时节 脖锦无闻 香烂漫 玉树穷趴堆雪 静夜沉沉 浮光矮矮 冷静荣荣月 人间天上 烂银 狭照通彻 浑似孤夜真人 天子灵秀 意气疏高节 万化参差 谁信道 不与群方同列 好气清英 仙才捉影 下土难分别 摇台归去 动天方看 清觉 这是全真妻子之一 长春子秋楚鸡道长 所做的无俗念 是一首描述梨花的小词 清幽淡雅 放在此处 全当定场诗 接说咱们这篇聊斋的字幕 阿秀 上文书正说在 刘子顾天天上人 摇着砸窝铺去 就为见人那姑娘 小书童刘海 一看这渗路不对 这叫什么游戏 刘海暗中 可就使了招了 跟舅舅说 老太太想儿子 让他走 回家 刘子顾是一一不舍呀 最后一回来这杂物铺买东西 要作为纪念 买了不少的零碎 姚家这位姑娘 打好了脯包 用舌头舔了一下 这直脚啊 把这包给封上 这脯包上 带着姑娘的舌痕 这刘子顾如获至宝啊 您听上文书 咱们说了 怀归 不敢互动 恐乱其舌痕也 咱就说这蒲松陵老先生 这么大帅数 一老头子 琢磨这少年男女 这点意思 就这么传神 您要说一舌痕 有什么可看的 那好 分谁看啊 叫人不关心 是关心则乱 说这人要跟你没关系 说实话 他怎么样 您都不关心 你每天媒体上各种新闻 死走逃亡 什么样事没有 对不对 您看完也就完了 也没怎么着 愿意评论评论评论 不愿意评论 也就过去了 这可不是说 您各位冷血 不是 其实任何他人的喜怒哀乐 那些情感 对自己来说 那都差多了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可要说这人跟您有关系 您认的 那又不一样了 叫感同身受 可不管怎么看 这蒲包上面这蛇痕 那刘子顾该回家 还得回家呀 舅舅已经跟刘海 都订过好了 一个点催了回去 子顾啊 你在我这这么些日子 这学业也荒废了 另外我姐姐也想你啊 该回去了 这一半天的 你打这拿点收拾收拾 啊 我给你母亲 我姐姐带点东西 你要仔细的收好了 一会儿啊 进内宅跟你舅母 打个招呼 告个别 啊 我准备就送你走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刘子顾也没办法了 回去收拾东西吧 这一收拾 就把他来到盖州 到了这杂物铺 见到姚氏女之后 所买的这些东西 全拿出来了 往床上这么一摆 那说什么东西 就是纸粉啊 香炮呀 原文就写 香炮纸粉等类 就这些东西 说他一大小伙子 买这些干嘛呀 没用啊 就为了跟人姑娘搭个呀 这就是由头 尤其是那个带有姑娘 舌痕那扑包 这是最主要的 刘子顾准备一大箱子 把这些东西 一件一件的过目 都数好了多少件 全登记好了 写好了单子 弄好这备忘录 仔细的盘点 放在这箱子里了 锁上 钥匙自个贴身带着 这都是我跟姚家姑娘之间感情的联络呀 这就是我刘子顾的精神寄托 说要简短吧 收拾东西 回家了 哎呀 走这天呢 依依不舍啊 应当呢 他顺着盖州回海州 应该走西门 可是走西门不打的 咋不住这过呀 刘子顾想走东门 他就得一看干嘛 走东门啊 东门那么超劲 东门超劲 东门绕大圈啊 我这住好几十年了 哪边进哪边远 我不知道 甭废话 走西门 没能如他的愿 哎呀 刘子顾这心里可别扭了 临别的时候 哪怕跟姑娘再见上一面呢 再聊聊啊 没这机会了 走吧 往海州回家走这一路上 真得说是茶不思饭不响啊 干什么都没精神 根本这状态就不对了 别扭 刘海心了明白 就想人姑娘啊 到家再说吧 好容易到家见着老太太了 把盖州那边给的东西都拿出来给老太太 老太太得问啊 这趟去怎么样啊 都挺好了 那边都好都不错 娘您在家也挺好的 啊 我也挺好的 您干嘛给我舅舅写信催着我回来啊 老太太一听我多了写信了 没有啊 啊 那我就得说您给写信了 让我赶紧回来 老太太一琢磨 这里边怎么回事 那必然是有原因啊 行行行 你回屋吧 啊 好啊 你等会儿 老太太是明白人 把刘海留下了 刘子顾拿着自个儿的大箱子 回屋了 关上房门 掏钥匙把这箱子上的锁打开了 赶紧把这里边东西全都拿出来啊 跟摆摊一样 在屋里摆 哪样东西都那么爱看 这把扇子 这是我头一次去他卖给我 真好 要把这拿起来 这也好 嗯 这也不错 这是那天他问我叫什么 那天我买的 这也好 都看完了 最后 看那个带有舌痕的纸包 他老怕把这舌痕给碰着啊 恐乱起舌痕吗 那不就得看乱没乱 一看啊 这印都淡了 已经没有了 您怎么能不没吗 干了 哎呦 这怎么会没有了呢 那也不能动 舍不得拆这封啊 其实拿材质刀插进去一挑就开 把这包打开 这里边东西拿出来了 不成 这包不能动 这包就没打开 我就跟家里边这么搁着 老太太呢 得问这刘海啊 为什么舅爷让他回来了啊 说我去信怎么回事 您不知道老夫人 他到了舅老爷家呀 不好好念书 我跟着劝他也不听 干脆 老太太 我怕您着急回少爷荒废学业 这不麻烦吗 我跟舅老爷我捏过一招 就说您哪 想他了 家里边来信 让他赶紧回来 好 海儿啊 会办事 可刘海儿也不敢实话实说呀 说在盖州那边 他见天逛杂铺去 这可不能说 这事就算敷衍过去了 但这刘子顾 可磨成了 在盖州的时候 每天清早一起来 一起床 奔杂物铺啊 回到海州了 每天清晨一起床 自己开杂物铺 怎么开杂物铺啊 把这些东西 每天再摆一遍摊啊 多的吃赏饭 多的收起来 吃完赏饭 睡赏觉又拿出来了 到晚上 吃晚饭之前收起来 吃完晚饭摆出来 又看一遍 一天三开馅 每天就看这点东西 看不够啊 刘海一看可砸了 什么叫神经病啊 这就叫神经病 磨成了 其实这您也理解 这就叫单相思啊 相思您都知道 只愿君心四我心 定不负相思意 李志宜写的 补算子有这么一句 那得男女双方 互相惦记对方 这相思可爱 单相思 最惨 而且最劳心神 那真叫名思苦想 刘子顾 这就是单相思 入了魔了 您琢磨琢磨 这一天 就这一闷子事 这人好得了吗 人也瘦了 那饭不正经吃啊 精神也颓废了 觉也不好好睡 书更甭提 干脆就不念了 刘海看的眼里 虽然明白他这心病 但也不知道怎么规劝 刘子顾 这心里边恨不得 就再去盖州 能再见着这姑娘最好 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月 这天找老太太来了 娘 啊 怎么了孩子 我想我舅舅了 旁边刘海一听 哪是想你舅舅了 想你舅舅 他们那街坊了 想你舅舅 他们县的杂物铺了你 想人杂物铺 那少掌柜低了你 屋里上盖州 看我舅舅去 你不刚回来吗 谁说的 我回来都好几天了 那都小半个月了 小时候带你去过两回 你可不爱去了 就这回先让你去 开始你也不乐情愿的 孩子你不爱出远门 怎么去上瘾了 您不知道 确实我应该多出门走走 对不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而且盖州那边 我叫就对 我确实不错 原先对你不也这样吗 那不是那么说 跟您说 打到了那 我这身体就不好 就病了 我在那一直没怎么念书 老太太一听孩子 倒是说实话 刘海说他不怎么念书吗 感情是病了 又怎么样呢 还怎么样啊 我舅舅跟我舅们俩人 早晚替班的 这看着我呀 照顾我呀 临走时候 我这病是好了 您知我舅舅 为什么让我回来 啊 为什么呀 我舅舅跟我舅们都累病了 我在在那 谁照顾我呀 赶紧让我回来了 是还我回来这么些天呢 一直都放心不下 吃也吃不下 是睡也睡不好 就惦记着盖州那边的情况啊 我打算呢 再去看看去 你舅舅来信了 他也没说病 那能说吗 那说完您不就着急了吗 他能让您着急吗 那必然来了 都是平安家信呢 有个字 有个印 有个病的 不能跟您说 老太这一听儿子这篇话 倒也还交代他过去 那也不能刚回来就走啊 行 过了年吧 过了年 你再去盖州看看你 仅过年啊 什么时候过年呢 这不都已经十月了吗 十月 十冬 那月 还仨月呢 才过年呢 过完年 得等过了初五吧 得过了十五 得出正月你才能去呢 出正月干嘛呀 二月二你替你娘去看看舅舅去 四个多月了 要了我亲命了 打这 每天就跟他妈莫分这点事 妈 我找我舅舅去 干嘛找你舅舅报仇去 是怎么的 老太太一看这倒不错 我儿子改了一只耳了 这 说这个年轻观众可能听不太明白 不知什么意思 这黑猫警长这动画片的都是我们小时候看的 这刘子顾 见天念的非要找他舅舅去 老太太也不知道这病根在哪 你找你舅舅去 你也不能这么去 你得好好吃东西啊 是不是正经吃饭正经睡觉啊 养着白白胖胖的你才能去 嘿 这一句话 刘子顾听到心里去了 刘子顾心的粉说 哪儿是见我舅舅去 根本也不想啊 就想见杂物铺那少展柜的呀 可去年我去的时候 我是纳母呀 风流倜傥 小伙子漂亮啊 最近我不好吃饭 我就走笋子了 到时候真要黄皮拉寿 见人姑娘 那多不好看啊 对 为了给姚家姑娘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啊 为了在他心里边 维持我这个健康开朗 乐观幽默的少年狼形象 我得好好吃饭 我 你说这个人为了爱情啊 就这点化学作用催的 这点多巴胺跟那激素拿的 这吃饭算什么呀 打这起 不仅是正经吃啊 每天抢着吃 这人就是这样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慢慢的精神状态呀 身体状态就都恢复了 啊 也白净了 这脸上也有肉了 脸色也好看了 也比原先精神点了 老太太看着高兴 老太太总归是心疼儿子 这儿子健健康康的 老太太当时心里边痛快 盼着过年吧 按说过年应该高兴啊 穿新鞋戴新帽放鞭炮啊 万象更新多好啊 刘子过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原先都爱 现在都不爱了 就盼着赶紧过完年 二月二赶紧上盖州去 好容易盼一星星 盼一月亮 把这正月给盼过去了 这天刚暖和点 又跟他妈提 那到到二月了 我就该看我舅舅去了 你瞧你这打你回来这半年 你就没提别的 给你教就叫我们预备东西 再等两天啊 再缓和缓和 把这大衣裳都脱了 天暖和了 让你去 老太太这一松口 刘子姑高兴啊 打这儿 就开始收拾自己这点东西 这大箱子里搁这些东西 寸步不能离声啊 说这不是打盖州带回来的吗 那要去了还得带回去 简断结说吧 一应事务准备停荡 这个行囊随身带的 这东西全装里边了 啊 大锁锁好了 钥匙贴身装着 还是刘海陪着 有海州这 奔盖州 心急如焚啊 头回来啊 他不着急 为什么 他吃不了这苦 这没出过远门的人出远门啊 那受罪 不容易 他不愿意走快乐 累的 俗话说的好 在家牵着好 出门万事难 这回好 三步并坐 两步走 两步当做 一步行 恨不得这一脚就插到盖州去 这一路之上 什么叫歇脚啊 打尖呢 喝水啊 恨不得全省了 一闷的心思赶紧走啊 这刘海跟着他刘海受不了啊 刘海心的话干嘛 咱们投胎去是怎么的 少爷 怎么了 爷们不要紧的 远远要紧的 要紧的 那么到了盖州 得上个舅舅家呀 到舅舅家 这舅舅没想到 来措手不及 一看刘子雾来了 吃一惊了 其实说这来的也勤了点 这是 去年下半年才从我这回去了 怎么不到四个月又来了 好 这回提前什么消息都没有 人直接来了 给他舅舅来突然袭击 好在住的地方倒是现成的 还是他去年住那屋 收拾收拾吧 您琢磨琢磨 过完正月 二月二都过去了 那都扫完房了 也挺干净 给舅舅舅我们行完了礼 老太太带的东西都拿出来 自个儿的东西根本就没工夫收拾 原文写装服劫 寄屈女所 就是自己这行装啊 刚刚一撂下 根本没顾上 打开 都拿出来安排利落了 那都顾不上了 撒腿往外就跑 急区女所 就是马上就半人姑娘这杂物铺去了 刘海一看这不像话呀 啥呀 您这哪行啊 你怎么也得把屋子归着好了 铺给都弄好了 梳洗梳洗 啊 他的时事您都弄利落了 晚上跟舅老爷家吃完晚饭 早早的睡 明儿咱们再去 啊 不成不成 好半年多了 你知道我这什么心情 那刘海没办法 也得陪着呀 东西就扔到舅舅家了 也没跟家人打招呼 俩人跑出来 奔这杂物铺了 心了这个急呀 这道路可太熟悉了 为什么 每天晚上跟家做梦 得走三回呀 道路依稀 走到杂物铺门口一看 得 上板了 没开门 哎 怎么没开门 那您可为谁呀 我哪知道人怎么没开门 不应该呀 每天这会儿上不了板 啊 每天这会儿 说咱们在这的时候 不是每天都来吗 这会儿正是他爸爸出去溜弯的时候啊 这个时间段属于我们俩人啊 那人今儿就上板了 人没在 关了门了 那怎么办呀 咱等着他开门 啊 他今儿要不开门 不能啊 他得做买卖 不是 咱先回去 我不让您别着急吗 您这非得着急 咱先回去吧 东西都收拾好了 吃完晚饭 不成咱再出来 不成 就你跟那等着 磨掌了 愣拉着刘海不让走 就跟人摇记杂铺的门口等着 等着功夫可大了 您琢磨琢磨 这刘海受了受不了 一路之上得伺候他呀 劳心劳力 他没起 这刘海就得起 他睡了 刘海才能睡 啊 这么赶了 好容易跑在这了 谢这些东西满都是刘海啊 一口气都没喘云 又跟着他跑这罚站来 真得说是头昏脑胀 腰酸背疼啊 这刘子顾 有这激素盯着呢 刘海受不了啊 我说天都黑了 咱回去吧 这盖州虽然说咱是串亲戚来过 可也是人地两生 道路也不熟悉 这一会天晚了 又寻耕下夜了 一看咱俩是堵着人门口 啊 紧着啥嘛 再拿咱当了坏人 不能 我这文质彬彬的 谁拿我当坏人 哈 您这够巧的了 您这个 咱们鼠眼盯着门口 站半天了 人家好些街坊邻居打这过 可都瞅咱爷俩 像话吗 这个 明儿再来吧 不凑巧啊 今天 盘点 肯定是 就这一天啊 关张盘点货物 明儿一准的开 他这还挺能给人找理由 走吧 是乘兴而来 扫兴而归 这心里可就别扭了 跟霜打了一样 又跟在家那时候一样 啊嘟着嘴往家走 回舅舅家了 他舅舅还不乐意呢 这怎么意思 到家来撂一东西 招呼都没打就出去了 不知干嘛去了 天都黑了才回来 你们俩干嘛去了 刘海赶紧的打圆场 他这不那什么 他这个 去年到您这来啊 这不是外边交了几个朋友吗 这不 见朋友 新气 也见朋友去了 见着了吗 没见着 没见着 怎么去那么大功夫 他就等着人家来着吗 人没回来 可能吧 可能 这什么事情啊 我跟你叫 我们都等着你们俩吃饭呢 来来来 赶紧的吃饭 洗脸漱口吃饭 吃饭当中老家跟他聊天啊 这刘子姑没上句 全是下句 你问他话 他也答应 家里边老太太都挺好的 挺好的 拖那垫着 没话了 你倒问问这边 不问 家里边情况 老两口子身体 全不问 没有 家不常 理不得 这点客气话 全不说 他叫他心里别扭 这孩子怎么这回来以后 跟上回不一样了 吃完了之后 没精打采睡觉了 这一觉可就睡不踏实了 第二天天刚亮 拉着刘海往外就跑 刘海说别忙 你起来以后 怎么也得看个旧老爷 两口子起没起啊 等人家起了以后 先得请个安呢 哎呀 刘子姑这个不耐烦呢 哎呀 哈哈哈哈 大了个脸 嘟个嘴 到上房屋 你舅舅 舅母 都挺好的 啊 挺好的 子姑你起的挺早 我出去一趟 撒腿往外就跑啊 把这老两口子给闹愣了 不知这孩子什么毛病 拉着刘海 又奔杂铺了 到这一看上着板呢 怎么还不开张 是什么终点 什么时候你就开张啊 这天刚亮啊 您来得也忒早了 咱们上回来的时候 这点也没开过账 啊 对对对 等着 又等着 还等着 昨下午跟着站半天了 今儿上午又来这等着了 不是 这一早上起来 咱们就跟着门口守着 啊 对了 守着 守着他开张为止 刘海 这个气啊 没办法 他说了算呀 守着吧 这太阳老高了 没开张 一直站了多么天 倒闪过了 还没下板 没开张 哎 这怎么回事 这个 哎 他们家这买卖不做了 怎么不开张 您别嚷着 别嚷着 您嚷着什么 这里头啊 恐怕有别的事情 能有什么别的事 您别着急 咱打听打听吧 这刘子顾是心急如焚呢 刘海到旁边跟街坊一打听 说这杂货铺怎么不开张啊 这一打听可坏了 开张啊 开不了张了 姚家妇女早已经回到原籍 这座杂货铺已然成了一座 空屋 春城无处不飞花 韩石东风玉柳霞 日暮汉宫传蜡烛 青烟散入 武侯家 这是唐代诗人韩红的韩石 放在此处 全当定场诗 揭说咱们这段聊斋的字幕 阿秀 上文书是阿秀的开篇 第一回啊 说的是海州刘子顾年十五 到盖州看望他的舅舅 哎舅舅呢 给了点零花 刘子顾啊 带着小叔童刘海 在盖州这街上溜达 阿俩是惦记着 给刘子顾的母亲买点什么东西带回去 进了一间杂货店 没想到杂货店占柜台的是个姑娘 原文写这姑娘长这模样 娇丽无双啊 太好看了 刘子顾是一见倾心一眼 就瞧上那姑娘了 那怎么跟这姑娘接触呢 他有招 他跟那杂货店门口守着 啊 等人家这老掌柜的 就是这姑娘的父亲 出门办事去 就这姑娘自个儿在店里看着的时候 他带着刘海进店了 进店干嘛 买人家扇子 买可是买 他这买东西跟别人买东西可不一样 咱们上回说了 人姑娘报价这把扇子 二两银子 刘子顾 杯都没打 给十两 这就掏钱 这仆人刘海心疼啊 说 哪儿啊 花十两银子买把扇子 我们这少爷是烧的 你看人姑娘好看 这也是为了引起人家注意 可你买完了 买一把走 不就完了吗 不就 刘子不还要买别的 刘海这着急还买啊 这出门身上可没带多少钱 要都这么买 咱可吃不消 这能劝他呢 就听这门外有人弹嗖一声 嗯 姑娘一听 爹您回来了 啊 我回来了 人老掌柜的回来了 老头这一回 刘海一看行了 哎 这算杀住车了 少爷咱还买点什么呀 啊 啊 买 买什么呀 还买 十两银子买把扇子还不够 那不您让买的吗 这时候老头打外边进来了 这姑娘冲着老头说话 爹 我开张了 啊 卖什么了 卖了一把扇子 卖了哪一把 就这少爷手里拿这把 哦 这把扇子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十两银子 老头一笑 哼 刘子姑手里拿这把扇子 卖他卖十两银子 啊 我让我姑娘站柜台 这就算对了 好啊 少爷 您还用什么不用 我 什么也不用 啊 再会 老头还往外送的 拉主顾嘛 下回您多照应我们这买买 啊 再买扇子 您就上我这来 刘海鑫说 老了也不能再来了呀 跟着刘子姑 可就回舅舅家了 到了舅舅家 按厂里说 买了东西应该拿出来啊 啊 不叫显摆显摆吗 起码拿出来 大伙欣赏欣赏啊 这刘子姑可不敢往外拿 到时候一问 这么把扇子 多少钱买的呀 我花十两银子买了 多少钱 十两银子 明儿连这零花都不给了 啊 不招着麻烦 不敢拿出来 偷偷回了自己屋里边 把这扇子往枕头底下一搁 啊 不出门了 不到吃饭 不叫 不出去 一个人在这屋里干嘛呀 把这扇子拿出来了 自个儿看 嘿 好 看不够 刘海一看 您怎么意思 人家姑娘卖我的 啊 他卖您的 就至于这么强 那当然至于了 他长那么好看 我看见这扇子 就如同看见这姑娘一样 少爷 您这叫赌物私人 对喽 就这意思 嘿 海 行 你有 我有什么 我有 得了得了 您看吧 一会吃饭 我喊您 吃完了饭 俩人跟这屋里边呆着 刘子顾还盯着扇子桥 刘海一看要干 要气迷心 啥呀 您这可不成 哎 你这是跟我说话呢 啊 我怎么不成 您非花十两银子买它干嘛呀 你说那姑娘好看 您也不用非得这样啊 十两银子 您天天上那买扇子去 细水长流多了不敢说 这十两银子 够上他那消费仨月的 每回您在那花点钱 哎 买点东西 您回来您不喜欢 您扔了不就完了吗 您别这么糟啊 您这不活遭改吗 十两银子 嚷了买这么个破东西 嗯 对 明儿啊 我再去 我就不这样 您等会吧 明儿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说华语行不行 这都不是人话 什么叫含蓄啊 还惹定 还 这一杂货铺有什么可逛的呀 就咱们半间小屋啊 就那点东西 那没看够啊 啊 今儿去就买把扇子 还没有看着那些个什么文丸的 手串啊 把劲 您等会吧 好 一把扇子就十两 那要买手串呢 那多少钱 你甭管你甭管 明儿咱们还得去 一宿也没睡好觉 哪是琢磨这扇子 就琢磨这卖扇子的了 第二天 啊 舒喜打扮 给舅舅舅舅我们行过礼之后 吃罢了早点 急着火了就往外走 刘海一看 甭问呢 奔杂货铺啊 跟着吧 早早班班 俩人就到这杂货铺了 这杂货铺啊 刚下板 刚开张 这老掌柜这能扫这地呢 哎 别忙 对了 老头还在家呢 咱们等会儿 等老头走了再说 一会儿他准有事 这刘子雇有个算计 您还别说 老头还真出去了 老头一走 俩人自溜就进来了 哈哈哈哈 姑娘一看怎么 昨天买扇的那两位 啊 您又来了 啊 又来了 今儿 您买什么 什么都成 您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什么都成啊 资你这有的 哪个贵 跟我说啊 我花钱 我买 这姑娘一听乐了 哪有您这么买东西的呀 昨天您走了之后啊 我爹说我好半天 说我不能这么做生意 不赖你 不赖你 你爸爸他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这是还的愿 当初啊 我得病的时候 我妈许就许的这愿 这钱就得散着花 要不然我这病了 好不了 跟你说 这都不算什么 哎 这个病好了之后买东西 那得是数倍 十数倍这么加钱 这么着才行呢 哎 这才算还愿 要不然神仙不答应 到时候找我麻烦啊 拿我头疼 哦 还有这么一说 哎 这还真是头回听说 那您还愿也应该上庙里还愿啊 我还头回听说上我们杂货铺还愿的呢 你瞧 我妈当初就许的杂货铺的愿 啊 买东西 您呐 甭买了 说着话 这姑娘伸手拿出钱来了 您昨天买那把扇子呀 我爹说了不值那么些个 这是您昨天多给的钱 您先把它拿回去 您再买别的东西咱们再说 刘海旁边一看 得 今儿飞来啊 哎 这回倒好 不仅今儿都没买成 昨儿的还给您退了 人家姑娘心里没毛病 大大方方的 刘子姑一看 啊 你倒是很诚实 瞧您说的 做买卖嘛 以成为本 好 怎么好 你怎么买卖好啊 这叫货真价实啊 好 啊 银子我拿着 咱们也甭说买什么不买什么了 呃 大姐 呃 咱们回见 这大姐是官车 回见 走了 刘海一看还真不错 啊 今儿没跟这莫分 你再等老头回来 人可能就说不出好听的来了 为什么 没事 你老跑我们这干嘛来啊 啊 借着买东西为名 看我归你 这不合适 今儿没磨叽 外边转一圈回家了 可打这往后 三天一去是五天一去 到最后原文写 倒戏折网 奉戏的戏 也就是有点功夫 见份插针 那就得往那儿去 哎 有点功夫就往那儿跑 一来二去啊 这刘子雇跟人姑娘还就熟了 可别看熟了 没问过人姓什么叫什么 哪儿的人怎么意思 没问过 这天 这刘子雇一琢磨 我问问他 大姐 哈哈 我又来了 您是子弟人啊 我跟着我爸爸来这儿 开杂户好些年了 大姐 您 怪姓啊 来这么些回来 我还不知道您姓什么呢 我姓姚 您姓姚啊 那您就是姚 刘子雇差点念头 您怎么姓姚啊 那我该姓什么 不是您这姓后边 不能瞎添字 我刚才差点说秃了嘴了 还叫大姐吧 这可就没问叫什么 光问姓什么 结果闹了一小尴尬 就吵过去了 叫什么没问 那又说到底叫什么呀 您往后听还没到呢 这是蒲松林的笔法 姑娘问他 您贵姓啊 啊 我我我姓刘 我叫刘子顾 您是哪儿的人 这是我的疏童刘海 我们不是此地人 哎 不是盖州人 我们是海州人 我舅舅是这儿的人 我们是来看舅舅的 哦 那么您这个舅姥爷府上 离我们这儿不远吧 啊 不远 除了这杂物铺往西了去 啊 往西了去 再往南 一拐弯 哎 路东了那门 那就是 哦 那就是 离的还真不远 哎 是是是 来了这么多回了 也没领教啊 今儿这才得戏量 行行行 啊 再会再会 又走了 他这三天一来 五天一来啊 这刘海受不了 刘海一看 打到了旧老爷家 这书根本就不看了 老太太临走的时候 让我跟着还嘱咐我 说这个学业不能荒废了 可到了这儿 这旧老爷惯着他 啊 给钱游着他玩 你就说玩去 也没什么 四处游个山 那逛个景啊 起码有意思 是吧 对身心有好处啊 你这 每天逛这砸火铺 而且就逛这一家 你这叫什么玩法呢 那就是看人家姑娘好看啊 就即便是你真喜欢人家 你也得琢磨琢磨 这个门第出身 少爷您家里边什么样的人家啊 旧老爷在当地也是很体面的人物 能娶一杂铺少掌柜的吗 能娶开杂铺的闺女吗 您既然娶不了人家 这根本就不靠谱 那么您何必跟人瞎斗呢 各位 刘海这想法在那个年代可不是没道理 那个年代啊 男婚女嫁特别的讲究这个门当户对 刘子顾家里边书香门第 不是说瞧不起人 顾那家是开杂铺的 当时社会上的风气 很难允许这两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家庭走在一起 家里家外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刘海想的不能说不对 各位这段书里边刘海这个人物很主要 这一主一仆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您别看刘海岁数比刘子顾还小一点 学问也没刘子顾好 但他想事情可比刘子顾想的多 琢磨事比刘子顾琢磨明白 刘海一瞧这事不对 晚不晨他也劝过刘子顾两回 可这刘子顾置若罔闻 为什么 他气迷了心了 刘海这瞧着你这脑子里没别的 天天往砸磨铺跑 怎么劝也不听 怎么办 我得想点招 刘海有主意 给玩一阴子 玩一什么阴子 背着刘子顾找舅舅去了 叫老爷 我们来您这 待这日子太久了 该回去了 要不然老太太该惦记了 还没来信呢 没催着回去 不是 您不知道 我们的老太太呀 最胜的就是这少爷 上您这来 到时放心 明着别看没来信催 暗含着临走的时候可跟我说了 在您这 别住时间太长了 可是呢 这少爷这一来啊 在您跟前您是最疼他不过 老太太那边管他管的严 他乐意在您这 旁的先不说 就说他这念书 您看打他到这来 翻过这书吗 您说我跟这来的 多少的身上 我得担点沉重 这回去老太太要是一问 一考 这功可一个字都没看 全扔了 到时候不罚他 可罚我 干脆 您您体谅体谅我 您您就让他回去就完了 那我怎么让他回去 您就催着他呀 您催他回去 我也催 您也催 就说老太太来信了 让他跟这待不住 他就回海州了 跟这他就玩疯了 就给您说是不是 对啊 好 别说 别看你年纪不大 你讲的还真在理 也确实是为子顾好 他身边能有你这样的好孩子 甭管是我姐姐 还是我 都放心 好吧 这事啊 我替你作主 赶上舅舅心里边拿定主位了 再见着刘子顾 跟原先可就不一样了 跟刘子顾说 好啊 有道是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 那么你从海州来看舅舅 舅舅我是高兴的 可你家中还有高堂老母啊 你身为人子 不能在堂前尽孝 这么多日子都在舅舅我这玩 你娘可以想你想的很啊 来信了 让你回去呢 刘子顾听这话有点疑惑 我妈真来信了 怎么没拿出来让我看呢 暗地里边问刘海 不过舅舅这怎么意思 舅老爷让你回去呢 你还瞧不出来吗 您跟这多长时间了 没多长时间呢 来了几天之后 我在杂铺 碰见人家摇的那姑娘 您瞧 您就这记得清楚 干脆 咱们也别惹人不代价了 咱们妈这儿收拾东西走吧 啊 真走 可不真走吗 老太太那边也着急了 该走了 好好好 那我得归着归着东西啊 这也不能拔腿就走 是不是 那您赶紧的归着东西 这 这一说要走 刘子顾这心更涨槽了 这一走 倒不是说就不能来了 但是一回海州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 盖州这片圣地杂活铺啊 啊 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再能见着姚家这姑娘 那会儿跟今天可不一样 今天通讯太方便了啊 有微信 有QQ 有邮箱 有微博 有手机 有电话 有Skype 各种通讯工具 音频 视频 文字 什么样的信息 都可以连通世界 甭管您在这地球上哪个角落 就跟在身边一样 分分钟 随时的聊天 只要您想聊 当然可能也因为通信太方便了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联系啊 没有刘子顾那个时代那么紧密 这刘子顾一说要走 心里边别扭 敢这天又来杂货铺 一进门这不乐意 可就带出来了 满面的愁容啊 姑娘一看呦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您今天不舒服 这 您心里头别扭 是 您跟谁欧戏了 您前天上我这捧人来了 这 啊 恩爱这事 哎呦呦和这全是话佐料 怎么了 您 就是一进来跟双打了似的 我要走 您上哪 回海州 那不是回家吗 啊 回家不就能见着家里人了吗 是啊 那挺好的 您就回去吧 恩 什么毛病这是 那见家里人当然是好 可有一点的不丁事啊 那您见天的跟我这也不丁事 谁说的 跟你这怎么不丁事 精神博被啊 每天不来 你这两趟 我吃饭都不香 姑娘一听 您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那您要走了 怎么样呢 临别啊 我打算再买点东西 哦 那您都要买什么呀 你甭管什么吧 啊 反正样越多越好 你给我装这么一包 行吧 挑了这么几样东西 姑娘 把这些东西给她打包啊 包这纸包 别说 手里还真利索 刘子顾在旁边 看着这姑娘 给她打这扑包 她可就看出了神了 为什么 姑娘娇力无双啊 而且现在正非常安静的 非常认真的 给自己包这扑包 和刘子顾旁边这一看 这怎么会让我回家 这哪的事啊 这是 我怎么会是海州人 我要是丐州人多省事啊 那我就不用回去了 她心里正胡思乱想呢 突然这会儿各位 可了不得了 这姑娘啊 把这脯包叠的最后啊 剩这么一脚 把这脚窝过来 往这一扣 跟这张纸得粘上 那怎么粘呢 您都知道 不用酱子 有个特常用的办法 这姑娘啊 就把这脂脚给叼在嘴里了 抿了这么一下 把这脂脚给抿湿了 一窝 一扣 他拿手先折这纸 折出一印来 拿手掐直了 把这印压死了 然后翻过来 往嘴里搁 这是这么一过程 这不新鲜啊 就这个动作 用兔沫把这脂脚印湿了 把这两张纸给粘一块了 伸手 从旁边拿起小戳子来 就是这摇记杂物铺 这么一小戳子 在这旗份上 这么一盖 刘子姑一刻 哎哟 把钱给完了 把这脯包接过来 这手直哆嗦呀 怎么 这姑娘在这脯包上面 印了一唇印 他这脯包怎么拿回去了 各位 您看原文 蒲松玲写的 您怎么 蒲松玲啊 七十多一老头子 他底下写出这句话来 简直的描述 刘子姑这状态 太到位了 原文写 刘 怀归 把这衣裳打开 把这包放到 怀里搂着 贴着心脏搁着 还不能记严了 这扭盘 走的时候 特别的小心翼翼 不敢覆动 恐乱骑 蛇痕 也 蛇痕 这俩字 就出现这一回 我就拿他当了咱们这回的题目了 写的太好了 你说少男少女 这么点小心思 蒲松玲先生 他怎么就体会这么深刻 您说说 其实人姑娘每天包这个 这套动作很自然 啊 这儿舌头一敏 戳子一盖 这儿回去 刘子姑可就当做质宝了 拿回屋去 把这东西拿出来 规规矩矩 往这儿这么一搁 刘子姑看这纸包 是捏呆呆的发愣 心里边就想这么一个问题 我回到海州 何年何月 还能再来这杂物铺里 见这位姚家的姑娘 她哪知道 此一别 再想跟这位姑娘 在这间小小杂物铺中相逢 这辈子是再无可能 南北山头多牧田 清明祭扫各芬然 指挥飞坐白蝴蝶 血泪染成红杜鹃 日暮狐狸棉肿上 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 一滴何曾 倒酒全 这是南宋诗人高著的清明日对酒 放在此处 全当定场诗 时奉清明佳节 也算应时当令 在这儿呢 先祝各位小长假快乐 清明节呀 又叫踏清节 油焚扫墓 祭拜先祖之余 还得出门游玩这么一番 踏清赏花 这也是千年以来的传统 感谢各位 打今儿起 咱们看一段新书 聊斋的字幕 叫阿秀 前阵子 这个爱奇艺波维电视剧 我不知您哪位看了 叫青秋湖传说 我是没怎么细看 大概瞧了两眼 里边 就是把六段聊斋的回幕串起来 拍了这么一个电视剧 他这意思有点像这系列剧 但是故事跟故事之间呢 这编剧费半天劲呢 弄点联系给串起来了 其中第一部分 就是咱们这篇阿秀 因为我没怎么看 所以我也不知道人家拍的好不好 咱也不评价这电视剧了 但他这故事 跟聊斋原文写的阿秀 那肯定是一点都不一样 说你不没看吗 你怎么知道不一样 那好几十集我也不用都看了 花几分钟看点片花 网上找找他们的剧组 发的宣传稿 公关稿 看各种访谈的文本 简单一看就知道 除了名字之外 其他满不挨着 当然这是人家制作方的自由 这跟咱没关系 咱们今天要说这篇阿秀 是聊斋里的名片 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 这故事虽然是一个传统的爱情故事 但里边波澜起伏是悬念丛生 有惊悚 有悬疑 有幽默 您各位肯定爱听 闲言少叙 咱们舒开正风 说的是海州留子顾 年十五 致盖醒其旧 给您解释解释 这句话里边 两个地名 一个人名都很主要 海州留子顾 海州是地名 这地方现在还有 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复兴市海州区 还叫海州 咱们这段书的背景 大概是明末清初 当年这地方叫海州卫 一听卫 你就知道 加个卫字 说明这地当年是练兵的地方 你比如天井 天井卫 这都是练兵的地方 这段书的主人公 就是这位海州的少年郎 姓刘 叫刘子顾 十五岁 是位读书人 治盖醒其旧 什么意思 就是去盖州 看望他的舅舅 这盖州也在辽宁 就是今天的辽宁省营口是盖县 古称盖州 刘子顾的舅舅住在盖州 刘子顾十五岁这一年 他的母亲 让他上盖州 看望舅舅 醒其旧 醒心的醒 就是看望 这刘子顾 家境还不错 家里边趁俩钱 出门在外 不能一个人走 带着这么一个小书童 就是他家里边的仆人 这岁数跟刘子顾 搬上搬下 稍微比刘子顾小这么一点 路上能够照应着他 这小书童叫刘海 小刘海跟着刘子顾 一块奔这盖州 到了盖州城里 舅舅家刘子顾这舅舅条件也不错 你不算大财助吧 反正是家境殷实 一看外甥来了 真得说高街远迎 一通的招待是满盘的满碗 刘子顾来了之后 就住在舅舅家了 老头拿出点钱来 跟刘子顾说 好啊 来了先别忙走 住两天 有日子没来了 我们那盖州啊 颇有这么几处景致 哎闲着没事 让刘海带着你 逛一逛 啊 这给点零块钱 拿着 穷家富路嘛 这两天出去玩去 路上看见什么好玩的 喜欢就买 啊 买点零嘴吃 晚上回家来吃饭 来了就好好玩啊 放松放松 这刘子顾 您琢磨这岁数 15岁啊 正是爱玩的时候 离开家 到这也没人盯着他 天天念书用功了 那是轻松多了 拿着这零花 啊 每天带着刘海 外边一通足玩 嘿 玩美了 有这么一天 这主仆两个人 街上走着 刘子顾问这刘海 海啊 咱们来盖州 这也有几天了 要回家 是不是也得带点东西回去 您抢您少爷怎么了 那总得带点土特产回去啊 回去以后见着老太太 您把带的东西拿出来 那让老太太也喜欢喜欢 是不是带什么无所谓 主要得让老太太知您这份心意 心里惦记着他呢 哎 这就行 哎 那咱们都带点什么回去啊 咱找地挑着去 带什么 您甭操心 您也不会挑 跟您说 舅老爷就全帮着办了 哎 往常我跟着老太太来过这么几回 哪回不是大包小袋的 预备好些东西 都是满载而归 错不了 这不是那么说 我舅舅给我妈买的呀 那是他买的 原先我也跟着来过呀 那我小我不懂事 我这现在都十五了 这出来这么一趟 回去我得给我妈带点什么东西啊 啊 我我记梗挑的 让老太太看着格外的喜欢 我您还记梗挑 您会挑吗 你想 你说了吗 我亲手挑的东西 老太太一看 知道儿子孝敬他 那得有区别于我舅舅买的东西 您这话也对 那您跟老太太打算质本点什么呀 质本什么呀 买贵的我也买不起呀 你真说珍珠翡翠 钻石马脑 啊 猫眼石 叶明珠 一尺半长金马鞠子 那都皇宫里的宝贝呢 都是 那西姑娘的才用得起呢 咱就拿咱自己 这手里不是这点灵花啊 买点玩意 看着跳跳 商量好了 这俩人就笨杂货店了 原文写是杂货寺 可不是咱们现在说 这卖什么油盐酱醋 冰棍瓶皮 那小麦布 这杂货寺啊 指的是熔馅铺 这词 您年轻人可能听的少了 稍微上点岁数都知道 这熔馅铺 熔馅铺 可不是广卖什么熔馅 针头线脑的 那里边也是什么都有 俩人说着话 进了这杂货店了 这杂货店里边也有蓝柜啊 蓝柜后的有货架子啊 这些个要卖的东西 基本都摆这货架子上 那时候怎么不摆这蓝柜 不摆这柜台里啊 那个年头没有玻璃柜台 都是木头柜台 所以里边啊 一般不陈列商品 因为放里边东西 您外边看不见 这柜子啊 就当于储存的作用 所以货都摆在货架子上 这家杂货铺啊 站柜台的是一个姑娘 这姑娘长什么样啊 各位 蒲松林先生在这用了四个字的考语 形容这姑娘这模样 焦利无双 您听听 广利不算 还焦 再加以无双 好眉智了 太好看了 刘子顾跟刘海进这杂货店啊 本来就是商量着给老太太制办点什么东西 哎呀 没理会 进这店里边 外边亮 里边黑啊 刚一进了 也没理会 赶等进屋站定了 这眼神也缓过来了 看得清楚了 刘子顾一看柜台里 这姑娘这模样 嗯 这刘海还在其次 刘子顾一看 呵 动了心了 哎 这怎么有真 泡领一姑娘啊 说你用这么大喷口干嘛 我未给您形容刘子顾当时这震惊啊 哪见过这么好看的美人啊 好 这就叫一见倾心 人家姑娘呢 本身也是落落大方 哎 站柜台的嘛 开门做买卖 每天什么样人都能见着 每天来这杂物店买东倒西的多了 那瞅见人家都大红脸 都开扫啊 那甭干买买了 姑娘一看进了两个人 问他们俩 二位 想买点什么呀 哎 一张嘴说话 这声音这好听啊 刘子顾这会儿 这嘴已经不跟腿了 看着姑娘 说这话 跟脑子里想的满 没关系了 啊啊 啊 买买什么呀 呃 买买买 买扇子 顺嘴 突出一句买扇子 他真想买扇子吗 这就是一说辞 您走 咱们前文书说了啊 这俩地方 海州跟盖州 这都是辽宁啊 错来扇子 这东西 要说在辽宁东三省这地方 它这实用性并不大 咱这东西呢 可不光是用来扇风呢 过去这扇子 很多行业的人都带 但是拿这扇子 扇的地方不一样 啊 您常听相上 说各种人扇扇子 这扇的地方不一样 文凶五度 僧道领 疏口 易秀 眉山间 啊 文人扇胸口 武将扇肚子 和尚老道 扇领口 但是这也不见得 就这么准确啊 可有一点是相通的 就是说带这扇子 那可不见得 就是为了热的时候 打开扇这凉块 这东西是文丸 你说真正扇 那是很少啊 好扇子 扇股 那都是象牙的 扇面 都是请名人写的 值了钱了 哪舍得 拿他扇呢 你要扇也行 打开之后 这扇子不动 脑袋动 啊 那倒是省扇子 那费脑袋 那个 说这扇子 又能扯出去 豪歇去啊 您拿我们这说书的奖 就凭一张嘴 坐在台上 讲骨笔筋 也没什么道具 唯独有这么三样东西 不能少 啊 一个是这醒目 听我开场之前拍了一下 还有一个是手绢 另外一个 就是这扇子 说书人用这扇子 就是普通的指折扇 可是在我们说书的手里 这扇子 化身千万 哎 这么一拿 就是刀 这么一颤 就是大枪 这么一拖 这边手一捋 这就是宝剑 捋这剑袍 你这么竖着 拿刷刷点点 这就是毛笔 哎 这么拄着 这就是拐棍 哎 这么一来 你在后背上蹭蹭 这就哑脑 这个 当时说书的 在这书馆里作义 啊 如果遇上同行来盘道 这里边啊 还有切口 哎 就是拿这扇子说声 你比如说外边进了一位 也是说书的 啊 到我这 拿起我这扇子来了 说扇本古时有 指点分文武 甲笔可带书 兵人接他武 这时候要按规矩 我应该怎么回答 才算有传授呢 我得接过他这扇子 说此扇原本古有 刀枪棍棒平塌 文武九流 各有十 唯我不分东下 哎 这就算接住了 但是现在这些都没了啊 现在人哪位坐着说书 要有人敢进来上这台 直接要盘道 没别的 你还没懂他动这扇子呢 直接过了两位就给架出去了 所以跟你说这扇子 过去来说 是文人很常见的 这么个物件 哎 刘子顾这小伙反应挺快 人姑娘问买什么 脱口出买扇子 听着也算是合情合理 这姑娘一听着要买扇子 可就拿出这么一匣子来 啊 这匣子是抽匣 把这盖抽开了 里边 各式各样摆了这么十几把扇子 这姑娘一伸手 把这扇子全给拿出来了 啊 一把一把摆在这柜台这 刘子顾伸手可就拿起一把来 打开这折扇子 他看这扇面 可是看一眼扇子呀 看八眼姑娘 根本的心思也没在这扇子上 一边看一边嘴里还唠的 啊 这把倒是不错 撂下了 又把那把拿下来了 旁边刘海一看 呦呦呦呦呦 怎么了这是 啊 平常他也买扇子 他买扇子 不这么仔细啊 看上来把给钱拿走啊 他是少爷也不懂得砍劲 我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啊 一把扇子瞅这么细 翻过来 掉过去的看 你看半天 他也是扇子呀 他一看这眼神啊 不是静看扇子 有一眼没一眼的老丑人 站柜台这姑娘老丑人家 那说这是姑娘 是媳妇 嫁人没嫁人 能瞧得出来吗 哎过去那年头嫁人没嫁人 从装束打扮上能瞧出来 梳头脚脸的都不一样 一眼就能看出来 现在您可瞧不出来了 啊 现在的女士们 你从十了岁二十岁 到四十岁这年龄队 穿着打扮什么样都有 你哪位你也看不出来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 刘海一说 我们这少爷老丑人大姑娘 这多不合适的 你咳了什么 没事 我嗓子痒 你怎么那么多毛病 你 多事 出了以前喝点热水好不好 你 这个扇子 怎么卖 多少钱一把 刘子顾这嬉皮笑脸 她这意思 这姑娘告诉她多少钱 我跟她砍个劲 借着这个 我跟她就能搭个上了 我再问问她 你这扇子 扇骨子是谁的 扇面是谁的 上面写的什么 画的什么 这里头都有什么掌顾 你知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给你讲讲 这扇子里头 画的无非就是风华雪月 我这不就跟她有了 共同的话题了吗 刘子顾是这心情 敢她一问多少钱呢 这姑娘说出这么句话了 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啊 嘿 刘子顾一听 这心想啊 我来买扇子 你卖这扇子 这扇子是你们家的 你是开店做生意的 你怎么会不知道这多少钱呢 那这买买还怎么做的 这不是可乐吗 不是 我跟您说 我 我真真不知道 她多少钱 本钱进的 加多少粒 把它卖出去 我真不知道 那么谁也知道呢 我父亲知道 爹 爹爹快来 爹爹快来 哼 一听这话 刘子顾心里着腻味 把他爸爸给叫来了 一挑帘 有打后不出了一老头 刘子顾一看 哎 你别说刀相父女俩 哎 这姑娘跟这老头啊 有点连相 姑娘把他爹给叫出来了 拿手一指 刘子顾 爹啊 这位先生要买扇子 问我多少钱 我哪知道啊 干脆啊 您跟他说吧 说完话 老头进柜台 这姑娘出柜台 一挑帘 走了 上后边去了 刘子顾手里拿这扇子 目送这姑娘进了后边 恋恋不舍啊 旁边这老头 您怎么意思 你买什么呀 啊 我 我 我买扇子 我买什么呀 哦 买扇子 你看着哪把了 这 看着这把了 这把 这把可不贵 哈哈 二两银子 嗯 什么 什么玩意就二两银子 你这不是没有吗 那刘子顾 他这心思不再买东西上 要是这姑娘卖这扇子 你甭说二两 二十两我都给 你这老头子 糟了头子 你长这母样 老了 不疼 舅舅不爱 谁让你出来多管这个闲事啊 啊 一把扇子卖我二两银子 拿我当大头吗 不是 这老头子 你倒着我二两 这扇子我也不要啊 当然这是他心里这么想的 他可没说出来 哎 我替他说出来了 这刘子顾买东西从来都不花劲 今儿个拿起这扇子来了 多少钱呢 二两 二两不贵 那我替少爷您包起来 别忙啊 许你漫天要劲 我还有个就地还钱呢 那么你要二两 我就给你二两吗 对不对 你是卖东西的 江本求链啊 对吧 一个买的两个卖 你这当中有转 你要着谎啊 我少爷您满明白 那多新鲜呢 这活这么大个子 这点事我都不明白 我这些年饭我白吃了 我 那我划个劲啊 啊您划个劲 划个劲 你就得包边包面这扇子 您看包边这词有意思啊 看起来有包有扁 包边吗 有赞扬有指责 好像是中性的 但这词实际上用起来啊 一般都用来指扁低 哎 就是扁没有包 这叫偏意副词 你比如悲欢离合 啊 悲欢跟离合 都是这种偏意副词 从语感上 您各位都能感觉出来 悲欢就是悲啊 没有欢 离合就是离 没有合 啊 刘子谷今天包边包边这扇子 其实就是找邪城 要找着这扇子的毛病 俗话说的好 包边是买主 贺彩是贤人 哎呀 这扇子 你说这扇骨子 也不是原来那儿啊 你瞎这 古丁都厚配的 嗨 我以为是牛角的 那感情不是 塑料的 你赶上有数量那年头了吗 还塑料的 啊 就这么一说吧 上个字写的也一般的 一面写一面画 啊 落款 和民三 这名字也不明啊 这 纸道够老的 老头说刘宝瑞你也有啊 这是你的词吧 这是 我花个件吧 啊 行行 有您这么一说 您您花多少钱 你12两啊 给你这个数 说的话伸俩手指头 啊 您打算给两贯钱 给你俩钱 得您给我撂下吧 我是少爷 这是扇子 这不是哨饼 烧饼 烧饼怎么了 烧饼我买回去 吃完我不饿呀 我花俩大子 我花俩大烧饼 热气腾腾 胶原芝麻 又酥又脆 吃完我饱了 你这玩意 我有什么用啊 您干脆 您不懂 您把扇子给我撂下吧 货卖于十家 这扇子 您要觉得二两不值 您可以不要啊 您也不能瞎花件啊 您这不是花件的 您这找茬怄气呢 您这就叫抬杠啊 您说我这么大岁数了 跟您要因为这点事 我得征静起来 我可就不够个买卖人了 跟您说 少爷 我们这行 讲究的是买卖能忍 和气生财 这扇子我干脆我也瞧出来了 您也没心要 您还给我得了 说话老头伸手 从刘子库手里 把这扇子就给接过来了 还给装好了 放在这弦里边 柜台上这些把也都收好了 啊 这抽盖给盖上 往柜台里这么一搁 人买名就是这样 买卖不成仁义在 人家不跟你哦这气 哎 老头挺有涵 每天各种各样的人见的多了 哎 您还用点什么 刘子库新的画 我用点什么 我想看看那姑娘啊 那么好看 焦力无双 看了她 我什么也不用了 可这话不能说 你把你闺女叫出来 我瞧瞧啊 你别看买扇的 怎么抬杠人掌柜的不生气 这话要是敢说 非爱老头 你嘴巴不渴 哎 那那那什么 那就没什么事了 啊 没什么事 那恕我不送 啊 您慢走 哎 别别送 别送 刘海在旁边这扫的横啊 要紧不要紧的 哎呦 少爷 您真行的出来 人家要二两银子 还人两个钱 您怎么拿人寻开心吗 您瞧 你这贼门书也心不在焉 那意思 紧着往上厚着瞧 和这还是个念书的人 还不如我们这当下人的呢 怎么意思这是 我说少爷咱走吧 哎哎哎哎 两人顺杂物铺出来了 出来可不走远了 这刘子姑我不迈步 刘海紧着旁边说 我说少爷您倒是走啊 着什么急啊 咱今儿可出来半天了 哪天不是出来半天啊 哪天也没催我 干嘛今天这么催我呀 不走了 哎 怎么意思呢不走了啊 不走了 刘子姑站着了 干嘛你 看着 看着 看着谁啊 看着这杂货铺 刘浩一听 您看着人家干嘛呀 干嘛呀 我看他爸爸什么时候走 嘿呦 他爸爸走了 您要干嘛呀 我买扇子 还买扇子 哎 自他爸爸一出去 一不在了 我还买扇子去 我得跟那姑娘聊两句 不是我说傻呀 您这什么时候天的毛病啊 啊 再说了 在这可不比咱们家 在旧老爷这 咱们虽然说有个亲戚里到的 咱可别给旧老爷惹事 是我知道 这能有什么事啊 好 我跟你说 咱们俩可过得着说这会儿 是您说 怎么着 他不是 他人那姑娘长得好看吗 我进去多看两眼的还不成吗 您这倒是说实话 那么您 您打算怎么着 我什么也不打算 我就是借着买扇子 我跟他搭个搭个 您这都多余 您这何苦来的 你想玩呗 是不是卖了孩子买猴玩呗 刘海说 您这都哪儿 小了 这他什么俏皮话啊 这要回去让老夫人听见了 不光数了 您还得数了我 行行行 别废话 看着点 一会儿他爸爸走没瞧见 满耽误 这俩人没走远 跟旁边这贼着 光跟这站着也不成啊 不是他旁边这有 有卖大碗茶的没有 还真有一小茶摊 来来来 大碗茶大碗茶 坐着好功夫 那个时候 马路边上这卖大碗茶的呀 都是走路的渴了 扔一个大子 弄一大碗 咕咚咕咚几口 喝完了解完渴就走 您瞧这两位 一主一仆 穿的还挺好 好往人茶摊这一坐 天上一脚 地上一脚 这聊上了 先说海 后说山 说弯大塔 说岐竿 海子成本 落得像这头的足聊啊 这卖茶的也瞧出来了 二位这好功夫呢 这是 啊 瞅这俩人比比花花老纸 那杂货铺 哎 一会儿您别说 杂货铺的老掌柜的还真出去了 离着挺远的 一句半句的 还听他冲里边喊 啊 你再多盯会儿啊 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那里边也说 您快去快回 啊 这这这这啊 好好看着门火啊 走了 怎么样 海儿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走了吧 该咱们了 您瞧 您先把这茶钱给了 好好好 搓不了 搓不了 给了茶钱 俩人站起来了 又奔这杂货铺 到杂货铺这 卖门槛又进来了 这姑娘在里边一看 这二位 死得去又回来了 您二位什么事啊 买扇子 买扇子 您您嚷什么呀 买扇子呀 姑娘弯腰 从这柜台里边 刚要拿这抽弦一针 我问不对 拿出来 他看好一把 一问多少钱 我还说不知道啊 这样吧 公子 您哪稍等片刻 我爹刚出门 没走多远 我在门手喊他一声 他能听得见 哎 不不不不 喊他干嘛呀 我瞧你就满坐的了主 我不知道多少钱 你看着办 他做买吗 时候你不也听见过吗 你自要说出个价来 你往多了要 我绝对不还价 你要多少 我给多少 只有赚的 没有赔的 你爹回来 绝对不能埋怨 你说你卖件了 绝不能够 你看这怎么样 呃 行 那 那 那您挑吧 这姑娘说着话 把这扇子弦拿出来了 还是刚才那十了把 这回啊 这刘子弓就不挑了 拿起一把 那真得说是 排不及待 把这扇子往 姑娘跟前这么一晃 哎 就这把 这把多少钱 咱们说了 姑娘不知道 这扇子多少钱 就这么混乱 这么一说 这 刚才我听我爸爸说 这扇子要您二两 干脆这么 这把您 您也 二 二两吧 多少啊 二两 给十两 姑娘一听 这位有病是怎么的 你正常情况下 买东西的都愿意少花钱啊 那卖东西的愿意多要钱 这是规律 您比如外边坐个三蹦子 您都有个商量 我说 拉我钱 扮多少钱 呃 您给十块钱 什么玩意就十块钱 给两块 别 两块太少了 我一会 我快着拉 啊 我 我跑快着 绝对不耽误您的事 您给拔过钱得了 多点路 八块钱 好家伙 我跟你说 我就是懒得自个儿走了 赶着昨天下点雨 这路上也湿 这裤子 我在见着泥 要不然我自个儿溜达过去了 这么着 给你四块钱 四块钱够买什么的啊 我们一家老小的 嚼会靠您啊 干脆 干脆您给六块钱 你看你跟我这紧着 莫缝什么 我这招着急 给五块啊 赶紧的 别别别别 您给六块 我找你五毛 为这五毛钱还挣进呢 啊 这个愿意多要 那个愿意少花 都是这样 你反过来不成 拉我钱门多少钱呢 拉钱门呢 您 您 您给一块钱得了 什么玩意就一块钱 这离钱门多了远呢 一块钱你就去 好 你一块钱拉了 别人怎么办呢 啊 你得招呼大伙啊 怎么着 我给一百 不是 您给多少钱 给 给 给一百 他这一百 我怎么花呀 我 我长这么大 我没见过一百五千 我 干脆您给五毛得了 我拉您快点 刚才还要一块 那现在改五毛了 找我给你嘴巴呢 你要疯啊 你这 不是 你 你别急眼呢 你一点不给我白拉 您过去还不成吗 甭废话 这二百 你拿着我 他把自个儿走着去 我 这像话吗 这不吃饱了 撑的吗 没这么一味啊 那总是买东西 愿意少花钱 这姑娘要二两 这位一瞪眼 告诉我给十两 姑娘一时都没主意 那 那 那十两就十两吧 拿去 旁边刘海往这 拿这十两银子 这手指哆嗦 心说什么玩意 就十两啊 要二两都冒着大气呢 这把不入那把呀 那把好的才要二两 这把瞧着 有个三千四千银子 了不起了 这差着行似的 一张嘴十两银子 给人家 这不糟吗 浪催的 这是 拿钱赶紧的 人家姑娘站柜台 脸薄 不能紧的 跟你这莫非 快快快 好 刘海 给拿这十两银子 姑娘把这十两银子 接过去 放在钱柜里 我找张纸 给您包好了 不不不 我就这么拿着 就这样就行 你把这都收了 那您还买点别的什么 我还想买点别的 刘海一听 还买别的 信了说 少爷 咱出门可没带多少钱 好 就这点零花 这就老爷给了 买点心的钱 您这十两银子 买把扇子 这已经够巧的了 就不值 您就买这么一把 也就罢了 就当他一架子就完了 您这玩还买别的 要都按这行事 那甭多了 没两天 就老爷这把房都得当了 您这不是作吗 我说少爷咱们该回家 你别废话 这等说着呢 就听见门外边 嗯哼 弹嗽一声 刘子姑一听着一声咳嗽 大惊失色 哎呀不好 那老头 回来了 咱们 tight的 咱们